在学校被欺负 如果富二代用钱砸到你脸上 让你离开帮花女友 你会怎么办 主人公苏巡正在经历着这一切 突然大门打开 教导主人笑脸相迎红衣老者 气势好强啊 竟然还带着这么多保镖 一定是个大人物 这群同学何曾见过如此一幕 班级瞬间静得可怕 红衣老者来到苏巡身后 直接鞠躬 大声恳求 请先生速回集团主持大局 苏巡本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大学生 一次意外收获神秘系统 本想安静度过大学 今天被逼无奈 不肯受辱 直接开启了他的第一个系统身份 既来之则安知 今天之后苏巡注定不再平凡 来到富二代面前 直接就是一个响脆的耳光 并骂道 燕雀安知红浮之至 傻逼 再看看能在一旁的斑花女友 直接搂在怀中 就是深情一吻 头也不回地带着保镖走出校门 逆天系统可以每周随机抽取一个新身份 完成任务后 将随机获得该身份一项技能 而刚刚苏巡的身份是青云集团唯一接班人 更多身份即将逐步解开 杀手之王 神算子 除神 外星人叛将 这又是什么鬼 不管了 苏巡终极目标是要纵横四海 横扫八荒 美女如云 享受开挂的人生 你准备好了吗 我要来了 如果你是这个穷小伙子 突然变成了上市集团董事长 下属不听话骂你 你敢不敢一个大耳光扇过去 李管家正向苏巡介绍着公司里面的情况 副董事长陈华 本应该是接任董事长的 但是赵总遗嘱将股份全部转给您 所以 他还不能直接上位 那陈总不要恨死我了 系统给我一个月找出死亡真相 看来就和这个陈总有关联 陈华出了名的心狠手辣 苏总您得小心啊 是吗 苏巡露出诡异的微笑 请李管家通知他们 全体到大门口迎接 会议室不要留一个人 司机把车开到奶茶店 我要喝奶茶 抹了个八子的 我们在楼下等半天 这小子哪去了 管我们呢 周川 你嘴巴放干净点 这是董事长 什么狗屁董事长 就是个矛头小子而已 只有我们陈总才有资格接班董事长 住嘴 你们不知道这是赵总亲自立的遗嘱吗 老顽固 去你妈的遗嘱 你们赶紧退休吧 几个人都凑不起一副牙 还死皮不要脸的赖在公司 大家争吵之际 一辆豪车停在门口 十八九岁的小伙子 手上拿杯奶茶 晃晃悠悠的向人群中走去 不知道的还以为来上学的 大家好 苏寻率先开口问道 小苏吗 我是陈华 伸手握着 用力捏着不肯放手 苏寻心想这是给我下马威呢 也用力地回击着 本就一直骂骂咧咧的一个家伙 更是直接语言挑衅 小孩子还没断奶呀 回学校打你个游戏吧 这可不是你待的地方 陈副董 咱们公司还允许养狗吗 你小子在骂我 我不光骂你 我还打你呢 公司不允许狗乱叫 你不知道吗 甩甩打疼的小手 没狗叫了吧 那就立马会议室开会 小子 可以啊 完全不按照套路出牌 苏总好 我是您的秘书料鱼 有什么需要请直接吩咐 小姑娘不错 给我准备三个茶杯 放到会议室 大家准时到场 我很欣慰 我是苏寻 是青云集团 又一个家伙抢达到 小子 我对你有点意见 苏寻拿起茶杯直接甩了过去 有意见保留 不知道打断别人说话 是很不礼貌的吗 骚操作 绝对是骚操作 李管家吃惊地看着 苏寻整理着衣袖继续道 今天我就是集团董事长了 谁支持 谁反对 大家随意畅谈 没事 尽管说吧 我很随和的 顺势又把手放到了 另外一个茶杯上 作为董事长 被人看不起 还被骂是个蠢货 你能忍吗 看看拥有超级马甲 最强大脑的苏寻 是如何反击他们 看着苏寻手中的茶杯 臣妇懂至夸苏总年轻有为 一定可以大涨宏图 如果苏总能够拿下 泰山集团的单子 我们更是心服口服啊 李管家咆哮着 谁不知道泰山集团是死对头 你是在为难苏总吗 陈妇懂学着苏寻的套路 也拿起水杯向李管家砸了过来 苏寻一个快步给挡了下来 陈总不要为难管家 这有什么难的 单子我接了 好 苏总果然年轻有为 以苏总的能力 一个月期限足可以完成了吧 看不起谁呢 我苏寻最多一个礼拜 什么 好吧 但愿苏总说到做到 料于你来套我办公室 苏总 万万不可答应啊 李管家绝望地在门外面请求着 陈妇懂看着苏寻上钩 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李涛啊 这个蠢货你哪里找来的 天主我也 我们一起欣赏蠢货的诞生吧 跟我们陈总斗 小毛还嫩得太多 真不知天刀地后 另外两个董事成员也是摇头叹气 看来大势已去 我们准备后路吧 管家来到苏总办公室 想继续劝苏寻 来得正好 管家给我详细说说 赵总到底怎么死的 车祸呀 警方已经定过案了 系统让我查问题 那就不可能是简单的车祸 请详细地给我讲讲 赵总在来公司的路上 和一辆扎土车相撞去世的 扎土车每天都在这里跑 所以不是蓄意肇事 司机人在哪里 还在橘子里面 你立马去橘子 盯着司机 可能司机要出事 啊 不会吧 你怀疑另有隐情 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 快去 苏总 您要的泰山集团 所有资料都在这里吧 董事长安南天 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呢 我女朋友的爸爸 好像也叫安南天 卧曹 女儿 安子京 真有这么巧的事情吗 这个家伙要被车撞了 紧急时刻管家也用车撞了回去 人是没事 只是可惜了这么好的车 廖军 暗杀董事长的关键人物 这一次失手了 没有被陈复董事骂 就当是吓唬吓唬这个小子吧 苏巡预判了陈复董的预判 这是一次警告 也是提醒苏巡加其尾巴做人 我想苏巡没有直接报复 一定是在憋着大招 这个王八蛋 管家大声地叫骂着 这次实在是太大意了 还好及时赶到 不然苏巡真有可能入赌为安了 好了 说说扎吐司机的情况吧 果然不出苏总所料 这个司机绝对有问题 自杀了 留下一书说自己没钱偿还 以命抵命 苏巡大脑飞快运转着 司机离过婚 一直自己生活 能够让他心甘情愿自杀 肯定是孩子出了什么经济问题 你管家 速速给我查司机的孩子在哪里 阳光明媚的早上 安子京妈妈给安南天准备着早餐 心中却是一肚踪 你还管不管女人了 子京天天盗贴那个穷小子 这像什么话 少成公子和我们门当户队 都等他一晚上了 正说着安建云和韩绍成一起走了过来 妈 吵什么呢 阿姨早上好 子京还没回来吗 是少成了 我马上催他 你俩先吃早餐 没事的阿姨 强扭得瓜布田 安建云直接安慰着 你一个少懂事 还会输给一个穷学生 两个顽固子弟 哪里知道苏巡现在的真实身份 说曹操曹操就到 子京拉着苏巡兴兴奋地叫着 爸妈我回来了 看到他们眼中的穷学生还敢来家里 惊讶地表情写满了全领 妈妈率先开口 你怎么也来了 叔叔阿姨好 我是苏巡 子京的男朋友 第一次上门比较急 只买了点水果 算是一点敬意 哥哥的暴脾气立马就上来了 拎起水果就扔了出去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也配进我们家门 滚出去 苏巡现在有的是资本 自然不会妥协 反问道 叔叔 您好歹您好也是家大业大 这就是你培养的好儿子 爸爸开口 好了 都住嘴 苏巡 我以前很欣赏你失事物 今天怎么怎么如此浑头呢 我们子京里是配不上的 还是走吧 正想如实表明身份的苏巡 被韩绍成抢先介绍起了自己 我是韩绍成 苍山钢铁集团少董 未来的董事长 苏巡看着这似曾相识的场景 心想你可千万别再拿钱砸我了 上一个装逼的到现在睡觉还做噩梦呢 果不其然 韩少爷拿着一百万的卡扔到了地上 穷小子 捡起来快滚吧 苏巡很无奈 看来同样的剧情还要再来一遍 穷小子 这是一百万 请你捡起来立马离开 苏巡身为上司公司的董事长 被人如此羞辱 如果你是苏巡 你会如何反击这个装逼男 安子京知道韩绍成今天算是在了 你个伪君子 平时说自己不在乎钱 今天你这是啥意思 韩绍成继续装逼道 我就是让有些人看看 我和他究竟谁是癞蛤蟆 苏巡很绅士地弯腰捡起银行卡 子京心里紧张到了极点 生怕苏巡拿着钱跑路了 哈哈哈哈 快看 这小子知道自己是癞蛤蟆了 苏巡把卡塞到韩绍爷的口袋里面 这是你没老板父亲赚的辛苦钱 别像丢垃圾一样丢到地上 苏巡这个气场连安南天都自探不如 明明是韩绍成在装 怎么话锋被苏巡给装起来了 自然不满地叫道 我可是拥有三百亿的少都 你有什么身份快亮出来 终极打脸现场又要来了 苏巡淡定地说着 我是青云集团董事长 气急败坏的韩绍成继续吼着 什么破青云集团董事长 我看你继续给我装逼 站在一旁的紫禁爸妈却是惊叹不已 青云国际可是市值一千三百亿的 苏巡看着还没回神的众人 问道我不像吗 一个学生 让我我也不信 可现实他就是 吹牛也不上睡 你咋不说你是太上老君 掌管三届呢 韩绍成为了面子继续叫着 电视里面突然插播一条新闻 青云集团董事长意外去世 根据遗嘱 年仅19岁的苏巡继任董事长 这艘商业航母未来走向何方 我们拭目以待 还把苏巡的职业照也放到了屏幕上 现场真的寂静 吊跟针都能听到声音 这个装大行逼现场 还被苏巡两天装了两次 爸爸毕竟也是集团董事 率先打破这甘大的局面 可可 原来青云集团新董事长就是小苏啊 苏巡看着猛逼的韩少爷 韩董啊 以后还得指望你多多合作呀 哈哈 哈哈哈哈 一定 一定 我想起来了 我还有事 叔叔阿姨再见 再见了 韩少爷头也不回地跑掉了 妹夫 我打小就知道你行 安建云细皮笑脸的把手搂在苏巡肩上 搞得苏巡也是不好意思 你个混账家伙 谁有钱谁就是你妹夫吗 我还没死呢 安南天立马又拉着脸说道 安叔叔 我来是为了公事 希望我们集团能和您的泰山集团合作 开什么国际玩笑 你的管家没告诉你 我和你们公司的恩怨吗 请你速速离开我们家 爸 你干嘛呢 你不能如此对待苏巡 闭嘴 送客 妈妈也在一旁骂着 撕老头子 你要干嘛 苏巡不能走 来吃点水果 看来不用点逼杀技 是不能说服安南天了 叔叔赵总和您年轻的时候 话说一半 安南天大步走过来 拉着苏巡的手让他住嘴 苏巡啊 叔叔一看你就是人中龙凤 咱们上楼聊啊 叔叔 您和赵总年轻的时候是情敌 原来是真的呀 苏总能送我回家吗 女秘书主动约上司回自己家 难道这就是用来专门对付我的 干柴烈火吗 忙了一天累死了 大家准备下班 苏总好 苏总辛苦了 苏总去哪里我们送你 并且保护你 我还能去哪里 当然是回家呀 兄弟们 干活了 好 好 好 送苏总回家睡觉 这保镖不白布 干净十足 有事真上 秘书廖虞正在紧张地敲打着键盘 眼神却一直在盯着苏总和时下班 廖虞 我先回家了 啊 苏总 再见 想起来他爸爸交代的任务 又立马叫道 苏总 等等我 怎么 这秘书今天有点不对啊 我的车坏了 能麻烦您送我回家吗 有事秘书干 没事 行啊 我送你 正好晚上回去没事情做 苏总请上车 小心碰头 保镖开着车门提醒着 十分钟后车进入一个小区 你就住这呀 这小区还不错 谢谢苏总送我回家 苏寻之前看小说 气氛一般烘托到这里 下一步女主都会请男主上楼喝杯水啥的 也就装模作样的往楼房里面走去 回头发现料鱼并没有动 不对啊 立马问道你怎么还不请我喝杯水呢 是 是 对不起 请苏总上楼喝水 保镖不懂事地问着 五哥咱们也上去吧 你这个蠢货 你上去干嘛 苏总这杯水看来要喝到明天早上了 背开门看着凌乱的房间 不像是秘书专门布局约自己喝水的 心想算了 都到这一步了 还是我主动点吧 拿起一个眼罩调戏道 这个戴上睡眠好吗 秘书哪里经历过这些 尴尬的连忙跑开了 苏总 我给你倒杯水 您先坐下 廖宇紧张地拿起药丸犹豫起来 想着爸爸的嘱咐 这只是安眠药 等他睡了拍几张你们亲历的照片就行 心想只是安眠药 慌慌张张地就放入了水杯 苏寻看着墙上的妇女照 里面不正是廖君吗 拿过水杯转头问着 你和廖君是什么关系 苏总 我家里没人 你要不要上来喝一杯 苏总 谁也喝完了 你现在困不困 廖宇你先告诉我廖君是你什么人 没什么关系 就是姓一样而已 原来是这样啊 看你接下来怎么装 廖宇紧张地神情告诉了苏寻这水里有问题 为了追寻答案 苏寻还是喝了下去 谢谢款待 我该回家了 要还没生效 激情的照片还没拍 不能让苏总离开 苏总先别走 我还有事情要请教 看样子是不准备让我走了 不是不是 您别误会 苏寻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 说吧 保镖手机突然收到一条信息 是苏总发来的 给你五分钟时间切断整栋楼的网络信号 兄弟们 干活了 虫子带俩人把这栋楼网线拔了 石头你去把小区附近信号塔给我拆了 廖快 是 几个人一口同声地说着 廖宇继续问着 苏总您困吗 卧槽 是崔情药 廖宇却问我困吗 他只以为是安眠药 看来背后的人也在骗他 说不定还会有其他观众 苏总您没事吧 为什么还不睡啊 脸色这么差 难道我把药放多了吗 一台电脑前 一群大汉正猥琐地盯着屏幕上的直播画面 苏总 您额头好烫啊 要不去医院吧 苏寻看着近距离的廖宇 真的是上头 不争气的鼻血也流了出来 关键时刻信号终于切断了 操 马上精彩的就开始了 什么破网络 气得大家直锤桌子 苏寻一把推到了廖宇 大声吼着 你这个蠢女人 你被人算计了知道吗 起身力马往卫生间走去 赶紧给我拿点冰块 快 廖宇一脸猛逼地问着 怎么被算计的会是我呢 推倒 看你还敢不敢暗算我 保镖急忙忙地上楼汇报任务已完成 廖宇告诉保镖 苏总正在洗澡 让他在外面等会儿 苏总原来这么快吗 把你猥琐的表情给我收起来 呼呼喘着大气 只有下身披着郁金的苏寻走了出来 保镖又多嘴起来 苏总 你还年轻 少年不知X贵 老来X流泪 闭嘴 干正事 房间里面有摄像头 保镖走到廖宇面前问着 冷静下来的苏寻问道 你告诉我 他给你说这是什么药 安 安眠药 真是蠢货 真以为拍点照片 就能置我于死地了吗 他给你的是催情药 廖宇不相信的回着不可能啊 找到了 在插座里面 居然 这居然是真的 继续找 房间里面肯定也有 廖宇别紧张 亲生父亲把女儿往火坑里面推 这滋味确实挺难受 廖宇不敢相信苏寻已经知道他们父女的身份 我随便猜猜 看来猜对了 既然坦白了 离开了病重的母亲和我 三年前我独自闯荡 走投无路 他帮我安排进了青云集团 没有让我饿死街头 我虽然恨他 但毕竟他还是我父亲 苏总 卧室找到三个 遇事一个 他们这是要让你身败名裂啊 看了这些摄像头 你还对他抱有希望吗 廖宇还是不相信这一切 苏寻说着 陈华才是幕后真凶 你父亲可能也是被利用了 廖军是这个件事情的突破口 你愿意帮我吗 你考虑下 我们先走 廖宇来到廖军办公室要质问他 却意外听到了里面的对话 大军啊 你真是个狠人啊 新生女儿提前三年埋伏起来当妻子 有远见了 你们关系不好 你是怎么让他言听计从的 哈哈 简单 让他面试的公司都不要录取他 在他最崩溃的时候我出来救他 他不就什么都听我的吗 牛批 牛批 不愧是陈总的左膀右臂 太有格局了 视频我明天就派人去家里拿 到时候给大家一起欣赏 哈哈 一言为定啊 苏总 我能找你谈一下吗 只要能报仇 我什么都愿意付出 包括 一辆豪车行驶在公路上 车里的保镖问着苏巡 为什么廖鱼背叛了你 而不收拾他呢 自古以来亲情是最难割舍的 我凭什么让他背叛他的父亲 而我只是他的上司而已 但是秘书都是陈华的人 太让我意外了 保镖听得出话中有话 苏总请放心 我们这帮人绝对忠心耿耿 我知道 用人不宜 宜人不用 你们我百分百信任 年纪轻轻就掌控地薄 对下属还做到绝对信任 强敌围困依然处事不惊 看着苏巡微微紧皱的眉头 保镖以为肯定又在处理棘手的问题 可恶 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魅力四射的男人呢 其实苏巡皱眉是因为直播中的女孩 并不是他想看的类型 豪车在一栋别墅门口停了下来 苏巡走下车慰问大家辛苦了 明天再来准时接他 走在路上的苏巡心想 任务还有两天 怎么一点也不慌 难道这就是系统给的经商大脑 大脑气质 处事不惊的信用 苏总 突然有人叫住了苏巡 转头一看是廖鱼 看来他已经等候多时了 我能进来和你聊会吗 坐在沙发上的廖鱼 先是一顿吐槽着廖君 告诉苏巡 他要实施报复 只要苏巡能够答应 他愿意付出一切 包括自己 苏巡连忙让他停止这种想法 你记住 跟着我不会让你做任何牺牲 你想要的东西 我都可以帮你实现 廖鱼看着眼前的这位苏总 内心已经完全交给了他 廖君这时还在策划着一切 殊不知已经是待宰的羔羊 你是在找这些吗 廖鱼带着内存卡走了过来 你连青生女儿都坑 你还是人吗 对不起 是陈总策划的 把药掉了包还装了摄像头 我知道已经晚了 又立马问道 苏巡发现了吗 进去说吧 我累了 事关重大呀女儿 苏巡到底知不知道 廖君 这是谁呀 同事聊点公务 一会就走 去你书房吧 我看见这个女的就恶心 姑奶奶 苏巡到底知不知道啊 廖鱼想起苏巡的话 破局关键就在廖君的电脑上 直接把目光看向了电脑 回国了 这一次属于我的 我要全部拿回来 复仇计划开始 硬盘里面的存储卡呢 廖君惊慌失措地叫着 你竟如此对待我 岂能白白给你 没有八百万 这是免谈 你太过分了 跟你比 我这啥都不是 给你十分钟 我忍耐是有限的 这个小妮真可恶 竟被她抓着把柄了 为了扳倒苏巡听了 你在这里等我 手机给傅董打了过去 另一边的苏巡正在操控着一切 廖鱼把准备好的U盘 放到廖君的电脑上 一个电脑高手 正在破解着关键证据 几个保镖听着 这是花了八百万请来的 不由心中感慨 早知道就好好学习了 廖鱼紧张地看着 任务完成的进展 电脑高手依然有序地 进行着各种数据破解 廖君突然推门而入 看来钱准备好了 廖鱼连忙转移话题 连我妈妈说和我个照片 都不肯摆 真是狠心啊 少废话了 钱我拿到了 我要先看视频 不行 我要先看到钱 我得内心极其有限 你可千万不要耍花样 不然咱俩都会死得很惨 看到钱到账后 廖鱼又说道 毕竟你是我父亲 那些场面不可能让你看到 你不是想搅慌 安子晶和苏巡的关系吗 我发给他了 你这个丫头骗子 你竟然敢耍我 安子晶收到视频好 带着家人正气哄哄地 来到了苏巡公司 陈副董听说原因后 知道好戏要来了 立马让秘书召开全员会议 要彻底置苏巡于死地 而苏巡这边也正整理着领带 也说着同样的话 决战时刻来临了 小子 你不是很嚣张吗 就这样还想追求我妹子 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吧 廖君没有拿到视频 正对着廖鱼疯狂地吼着 突然陈副董的电话打来了 说视频安子晶收到了 正在大闹公司 让他速速回来看好戏 安少爷气急败坏地拍着桌子 给我妹妹戴帽子 你小子不是很嚣张吗 说话呀 你去哪里凉快哪里待着去吧 陈副董听着阵阵地吵闹 一脸地陶醉着 啊 多么美妙的声音啊 解除了我多天的郁闷 苏巡极力解释着 安少 有什么问题回办公室说 心想 就让你做做样子 竟然家带个人恩怨 骂我骂得这么爽 陈副董立马拦着 别啊 苏总 你是董事长 不能让你蒙受不白之冤 就在这里说 我们会帮你主持公道的 安少听着更火了 想主持公道对吧 都给我放进来 一大群媒体哗啦啦全来了 围着苏巡就是问东问西 一定要赶尽杀绝吗 陈总 我哪里敢 就是证明你的清白而已 许久未说话的 安子经打开电脑 开始播放视频 真相都在这里 快拍吧 哈哈 小子 跟我斗 这就是你的下场 视频里面播放着 陈副董和廖军谈话的内容 安排司机撞赵总的详细布局 惊慌失措的两个人 立马拦着不要再拍了 媒体也是被这剧情 大翻转搞懵了 原来赵总是被陷害的 陈副总立马叫着保安 给我全部拿下 可惜啊 他们哪里是苏巡保镖的对手 事到如今 陈副总问着廖军 你为什么还要留下这个视频 正在惊呆的廖军 也是急忙回答着 我只是留个后路 没想到 结局正如大家所想 苏巡叹着长气 终于结束了 安子经立马来到苏巡面前 我得演技可以吧 安少抢先装起来 我才是剧中灵魂人物 系统再次提醒苏巡 恭喜宿主 完成任务 您可以抽取本周新的身份 抽取成功 您的身份是杀手之王 快看 上市公司的老总 又迎来了第二个身份 那就是杀手之王 绰号 上帝 足迹遍布世界每个角落 威名传遍四海 后来隐退享受平凡人生 但是仇家已经查到他的足迹 身份拥有前行 易容 拙劣医术 器械精通 拳脚灵敏 六十敏锐 身份的任务 解决这个身份即将带来的麻烦 并且活下去 完成任务 身份永久有效 苏巡正和管家聊着 陈华和廖军能判多久 苏巡的意思是 让他们彻底离开 不要再有出来的那一天 管家听着也是震惊不已 小小年纪竟然如此杀法不断 这是个绝对的狠人 想起自己的新身份 不由自主就想试试威力 拿起几张名片扔了出去 随便甩出钢 直接把名片完美地定在了墙上 我了个乖乖 这就是杀手之王的身手了 再拿保镖试一试 来用你的权力打我 我想试试我得伸手 哼 明白了 你们有钱人的游戏 我还是听说过的 说着就不消地向苏巡打过来 苏巡只是轻轻一打 保镖就直接四肢朝天 叫着说道 断了 胳膊好像断了 苏巡冷笑着 太脆弱 我还是找其他人练练手法 一个新开的拳击管 苏巡看着壮汉们正打得热闹非凡 随口说着 赢他们太容易了 旁边的教练立马不乐意了 这都是我精心调教的徒弟 你小子口出狂言 是来踢管了吗 大哥 误会误会 我说的是真心话 赢他们太容易了 教练被眼前的兽小伙彻底激怒了 大声叫着 敢不敢和我比划比划 苏巡不好意思地笑着 那就麻烦教练了 细胳膊细腿的家伙 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是王者出山 打不服你 我立马关门 另一边的韩绍城 正在视察自己新开的拳击管 身边保镖介绍着里面的布局 忽然发现台子上的苏巡 眼神立马愤怒起来 这小子怎么也在 你哪里敢想象 一个瘦小伙一拳KO了拳击冠军 没办法 谁让他遇上的是杀手之王苏巡呢 聚焦灯罩在了擂台上 台下面全是打倒他 打倒他的声音 苏巡依旧礼貌地向教练说着 有劳了 教练一颗躁动的心 哪里还安耐得住 正想一拳出去 却被边上的保安叫住了 原来韩绍城有交代 打倒苏巡 他将奖励100W 韩绍城问着手下 这个教练实力如何 放心韩总 这是我重金从国外 请回来的汉江怪物 专打件不得光的比赛 手下冤魂无数 您就瞧好吧 教练率先一拳下去 我去 手下大叫着 竟然躲开了 韩绍城立马大骂废物 你不是说他很厉害吗 意外 意外 韩总您继续瞧 教练也是一脸猛 你怎么能够躲开 苏巡继续挑衅着 用全力 你是不是没吃饭 要不一会我请你吃汉堡 那你 我看你还能装多久 立刻使出必杀技 浑身肌肉暴涨一倍之多 台下观众更是直接露屏 生怕错过每一个环节 手下赶紧又拍着马屁 少爷您瞧好吧 哼哼 这就是强我女人的下场 教练一口气又打出了9971拳 一拳也没打着 苏巡不紧不慢地说着 就这 气喘吁吁的教练不满地骂着 你属耗子的吗 敢不敢和我对一拳 好吧 如你所愿 苏巡一拳过去 只听教练大叫 快叫救护车 我胳膊没了 水刚喝到一半的韩绍成 一口不少地又喷了出来 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苏巡看看自己的小拳头 自恋地夸着 真是强得不像话 快走快走 催促着手下 轮到苏巡这次看向韩绍 喂 韩绍成 你要走吗 强我的女朋友 你是会付出代价的 杀手之王终于迎来了第一个订单 苏总啊 这么巧 你怎么也在 苏巡走向韩绍成 两个不知好歹的保镖 瞬间被苏巡击到 韩绍成裤子已经湿了一半 苏巡警告着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再有下次 我不介意干掉你 眼神是如此的坚定 吓得韩绍成是连连点头 很好 那就告辞 转身离开了拳击馆 围观的群众不淡定了 那是谁啊 轻松放倒两个保镖 还敢打韩绍的脸 号称最狂的韩绍 竟然大气都不敢出一个 就是就是 啥本事没有 玩裤子弟而已 听着大家的议论 韩绍成逐渐丧失了理智 他要报仇 他要苏巡彻底消失 获得新身份的苏巡 正在约小女友一起吃饭 却被女友警告 在不好好上课 早晚被学校开除 苏巡笑着说 我给学校捐了300W 会保证我顺利毕业 气得女友一顿胡言乱语 苏巡殊不知 大厦的顶楼有两个不寻常之人 正注视着她的一切 女的还在感慨 杀手之王这么年轻 男的醋意大发 无所谓 即将入土为安之日 六时敏捷的苏巡虽然打着电话 但是依旧听到了他俩的对话 转头向楼顶望去 吓得两位目瞪口 这么远的距离怎么可能会被发现 男的又拿起八倍镜向远处望去 人呢 怎么不见了 躲在一边的苏巡注视着楼顶的两位 好强的杀气 难道是韩绍成派来的 不对 他不会这么快 看来是上帝的仇家掌上门了 保镖走过来 苏总按照您的吩咐 增加了30人安保 最近正在追美洲 一个新身份的苏巡回答着 很好 先出去吧 两位仇家看到苏巡布置的一切 心想 上帝选择隐退 用这么低级的办法保护自己 看来是真的不行了 但是他们哪里知道 苏巡就是为了麻痹他们 引蛇出洞 再一网打尽而已 突然一个陌生的电话打了进来 是上帝之前的经纪人 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联系苏巡呢 难道和两位仇家有关系 你敢不敢信 杀手之王的第一个订单就是干掉自己 究竟是谁如此胆大 而他又会如何应对 托尼 你居然直接打我电话 规矩都忘了吗 请你千万不要误会 我不是故意违背你的命令 我这有个大单 对你来说轻而易举 是吗 说来听听 目标就在下坡 离你不远 关键这个买家出了350W 还是敏元 苏巡眼神愣了一下 目标什么身份 如此值钱 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 想必对你来说小菜一碟 资料发你邮箱了 这是多大的愁啊 竟然花这么多米 我得好好看看 身份 苏巡 青云国际董事长 我去 这不是我自己吗 一个独家的小岛上 沙滩 海鸥 比金尼 人人向往的美好生活 经纪人托尼正享受着这一切 苏巡电话再次打来 上帝啊 你确定好了吗 我只说一遍 雇主叫什么 苏巡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上帝啊 我们这一行是不能透露雇主信息的 但是对于你上帝 去他的大头鬼规矩 雇主也是下国人 一集团少爷 叫韩绍成 呵呵 韩绍成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偏要行 安子金这时一把推开了房间门 苏巡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一身惊艳的石榴群 依然挡不住安子金的一脸愤怒 苏巡猛了 你怎么来了 你说我怎么来了 是不是影响你和其他女孩了 安子金怒着问道 你不是约我吃饭的吗 一把抓住苏巡的手就要离开房门 你知道那家餐厅多难定位置吗 错过了看你怎么陪我 苏巡 你家附近怎么这么多人了 你带几个保镖跟着我 快 几辆豪车立马拍成一对行驶 在去餐厅的路上 两个仇家等候多时了 也在注视着车子行走的地方 最终还是没能排上餐厅预约的座位 安子金垂头丧气地说着 苏巡是谁 他可不会让你有失望 拿起手机打给管家 今晚必须把地豪酒店给我收购了 明天我要去吃饭 转身告诉安子金 这个酒店明天就是我的了 你随时可以去吃 安子金一脸地问号 这样好吗 送安子金回家后 苏巡问 你爸妈不在家吗 对啊 开回去吧 哥哥出差了 你去把沙发后面的灯开一下吧 苏巡一想 机会来了 从后面一把搂着安子金的腰 毫不客气地再次吻了下去 你不会要打扑克吧 叔叔你听我解释 我们是找电灯开关的时候绊倒的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那这个裤子又是怎么回事 苏巡直接把安子金放到了沙发上 别紧张 我很温柔 又继续吻了下去 客厅的灯突然亮了起来 安南天大声叫着 你们在干嘛 沙发上的两个人也惊慌失措地站了起来 安子金问道 爸妈你们怎么回来了 还好我回来了 不然家里的白菜被猪拱了我都不知道 叔叔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子 其实我们在找电灯开关摔倒的 原来在你那里啊 下次我就知道了 你还想下次 我问你 裤子拉链也是找开关摔开的吗 哎 这个裤子质量不好 我还有事 叔叔阿姨再见 说着就一溜烟地跑掉了 苏巡你到底行不行 大家等了半天 就这 只听门内吼着 滚 大门啪的一声关上了 保镖看到苏巡出来 说着 我一只华子还没抽完 苏总就结束了 挺快啊 苏巡打开驾驶室的门 你们先回去 我自己开车走 系上安全带 踩着油门向远处驶去 一边走一边看着后视镜 我都单独行动了 为什么仇人还不来找我 算了 还是去找韩绍成撒撒气吧 请问韩少爷住这里吗 两位保镖推着苏巡 滚开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苏巡随手一掌 你们该下班了 两位应声倒地起不来 房间里面正在斗地主的韩绍成 听到门外有动静 愤怒地边走边骂 再吵吵性不信我让你们消失 苏巡嬉皮笑脸地突然出现 嗨 韩绍 韩绍成看着走进来的苏巡 顿时没了一点雅兴 你要干什么 两位排友也是吓得大声叫着 这是个人恩怨 无关人员速速离开 苏巡想想自己 再看看韩绍的一拢两缝 气就不打一出来 苏总啊 你要是感兴趣 我亲自给你挑几个 白天的事情不是已经过去了吗 苏巡坐在沙发上说着 我可不是为了白天的事情 就是这个家伙 自己被打得鼻青脸肿 还要让兄弟们抢苏巡的女朋友 殊不知眼前的可是杀手之王 又是一帮大汉突然闯了进来 大声叫着 老板别怕 我们保护你 韩绍成一看埋伏的人手都到齐了 胆子又大了起来 苏巡 你个水里游的 我看你现在还怎么狂 腰 好厉害啊 我好怕怕呀 你让我在公共场合丢人 这笔账我一定要算回来 你能这么做 我很欣慰 只欺负你这只若鸡 我没有成就感 那就一起来吧 死到临头了还嘴硬 兄弟们一起上 把他打得笑不出来为止 壮汉举着四十米的大刀就走了过来 只是一秒钟时间 就一秒 韩绍成的话还没说完 只见大汉躺了一地 手上还拎着一个人痛苦地叫着 转头问向韩绍成 你在说什么 他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一脸哭枪地问着你是什么怪物 把人丢在一旁的苏巡问道 你没有底牌可以打的吧 韩绍成一想到底牌 立马又硬气起来 有种你杀了我 不然我跟你没完 你再厉害能二十四小时保护安子精吗 苏巡听到后眼中杀气腾腾 一个大耳光就呼了过去 韩绍成捂着少了颗门牙的脸 继续叫着 你竟然敢打我 如果你敢动子精一根汗毛 我有一百种办法让你生不如死 想着自己约好的杀手 勇气又上来了 哈哈哈哈 你来呀 谁怕谁 你以为你是上帝吗 你这辈子最大的错误 就是花350W你金买五的命 怎么会 此事只有最顶尖的中间人和上帝本人知道 你为什么 因为 我就是上帝 小子 你再快有我快吗 让你尝尝花生米的味道 苏巡正提着韩绍成准备扔出门外 突然一顿花生痘 嗖嗖嗖地就射了过来 即使躲在床下面的苏巡看着韩绍说道 小子可以啊 既然还有后手 我会安排人打我自己吗 韩绍委屈地回着 吓得拿起手机就要报警 苏巡为了试探真假 抓了下韩绍的嘎吱窝 韩绍痒痒地直接蹦了起来 紧接着又是一颗花生痘穿破了玻璃 看来还真不是你安排的 韩绍一边流着眼泪 一边骂着苏巡无情 难道是白天跟踪我的仇人 刚露出一点点头发出去 隔壁的花瓶直接碰得一声被打碎了 看来对面也是个高手 可是哪里是苏巡的对手 看到了 在对面的楼顶 一个特种高手 站在楼顶 通过八倍镜镇观察者屋里的一切 对准房门 准备来个守住带兔 忘了一会并没有发现房门打开 突然肩膀一阵疼痛 一根筷子插在上面 疼痛敢立马让他放弃继续蹲守 苏巡在远处看着特种高手星星 让我教将你 筷子的正确使用方法啊 能够在250米以外 把筷子像花生米一样的速度射过来 并命中目标 这才是真正高手 拿起一个闪光弹就扔了出去 竟然逃跑了 真是鸡贼啊 顺着划绳快速落到地面 捂着伤口准备起身 一个大脚直接踹到了脸上 只听一句 大兄弟这么急着走干嘛 留下来玩玩啊 你个家伙 你怕是没吃过花生吧 拿起小盒子就是一顿砰砰砰 望向远方 人呢 怎么不见了 头顶一痛 又是深深地挨了一脚 只听苏巡说道 花生米的速度跟我比 还是慢了点 特种高手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这人太强了 就是这个家伙 说苏巡不愧是前代杀手之王 难道他自己是现代的吗 抓起特种高手问道是谁派你来的 你只有十秒时间回答 否则就再也张不开嘴了 别着急啊 另一只手突然拿起小刀 向苏巡刺了过来 苏巡一把松开 高手从楼顶向楼下坠去 真是费劲 还是我自己找吧 一辆大巴急速使来 接住了坠落的高手 又是一群黑衣人 哒哒哒地把花生米打在楼顶上 另一个女孩子命令着 都上去 不能让他跑了 又关心着高手 怎么样了 我没事 只是断了几根骨头 问题不大 和苏巡比速度 人早就没影了 真是可恶 让他跑掉了 一群黑衣人赶紧上车离开 高手提醒着女孩子 你要小心 对手太可怕了 女孩子不屑一步 回去你自己和老板解释吧 车子快速行驶在公路上 而苏巡为了找到背后的老板 不知何时 已经藏在了车子的底盘下面 一会时间 车子停在了一栋别墅面前 老板正在里面破口大骂 饭桶 给你那么多钱 竟然连上帝的毛都没伤到 又立马收起愤怒自责起来 怪我太自信 以为可以独自解决它 一旁的高手为了往回颜面 继续请示 再给我一次机会 一定完成任务 三天后我会亲自乘邮轮督战 你要是再解决不掉 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高手挠头叹息 看来是要不知严密 不能再失手了 那就先从他身边的女人下手吧 苏巡在外面偷听这一切 原来是凯伦 威尔逊 七年前输给了上帝 还被拿掉了三分手指 怪不得要报仇 既然如此 那就好好陪他玩一玩吧 守在电话边等了一天的安子金 终于等来了苏巡的电话 宝贝 想不想去邮轮玩啊 你的眼睛往哪看呢 对面这位女士 很不满自己的老公看别人 没办法 谁让这位美女太漂亮 海边一个五星级酒店里面 安子金正在阳台上欣赏的美景 哇 好漂亮啊 苏巡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拿着手机正在拍照的安子金 不知道是夸自己 还是在夸风景 这算什么 世界上比这美的地方太多了 一把搂着安子金的腰说道 只要你喜欢 我都能陪你去 第四次强吻又要来了 一把推开苏巡后 嘻嘻 等我先去冲个澡 咱们去沙滩上玩 苏巡催促着 你快点 我饿了 要不要一起吃点东西 你自己先去吧 听着水声 看着隐隐约约的玻璃 苏巡感叹 我为什么要做证人君子呢 不愧是大酒店 物资就是丰盛 而苏巡天偏只拿了一块汉堡包 坐下来后电话打给刘虎 家里情况怎么样 苏总请放心 已经锁定跟踪你的尾巴了 他们并没有发现任何不同 还以为你正在上班呢 此时办公室里面苏巡 正在开心地打着荣耀 这是他的提身 很好 挂断电话后 想着威尔逊的邮轮应该快到了 不好意思 一个身材完美 长相相当漂亮的女孩 在和苏巡打招呼 其他地方没有空桌子了 我可以坐这里吗 苏巡抬头只看一眼 当然 请坐 旁边的桌子男生不淡定了 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 更有一位男士看着美女 又看看自己对面的女孩 瞬间就不觉得香了 自然被女孩是一顿埋怨 你往哪看呢 严宇柔看着苏巡心想 所有男人都恨不得多看她几眼 而自己眼前这位却头也不抬一下 难道是害羞吗 自我满足倒算了 肯定是装高冷 这种我见多了 不搭讪最好 看着直接走开的苏巡 严宇柔感觉自己受到了一万点伤害 本是自信心爆棚的她 一时间对这个男人好奇了起来 苏巡检查着自己的衣服 没有见到汤汁啊 那位女孩老看我干嘛 人群中突然大叫起来 快看 金色阳光耗来了 真的好巨大 贴了一眼 这可真是数一数二的巨轮 这上面都是非富极贵的人吧 人群都在探讨着邮轮的豪华 而苏巡眼神坚定 微微一笑 她终于来了 这么漂亮的妹子 被如此一个男人搂着腰 还被人骂不长眼睛 身为杀手之王 集团老左 竟然都能忍 一艘巨大的邮轮靠近岸边 广播中还免费安排体检 哇 近距离观看太漂亮了 安子金忍不住叫了起来 乔装打扮的苏巡又是搂着小蛮腰 外面看有什么意思 我们去里面转转 我们能进去吗 听说要提前一年订票的 苏巡故意碰了一下身穿九红西服的少爷 被人转头大骂 走路不长眼的东西 杀手之王并没有生气 拿着两张船票 反而笑着说道 这不就有了吗 安子金呆萌地问着 你怎么可以 苏巡立马捂着他的嘴 乌奶奶 小点声 这家伙开赌场的 手里的钱都是昧着良心赚的 贴近耳边又说 能让这种人扎进去潇洒快活吗 这 好吧 信你一回 拉着苏巡的胳背就要往里面走 赶紧的 一会进不去了 只是随便说说 竟然信了 女人真好骗了 看着邮轮上面各种人的穿着打扮 确实不像是普通的游客 不管你威尔逊在组什么局 这个场子我苏巡砸定了 一个红酒杯砸到一个保镖的脸上 老板正在破口大骂 让你们是来度假的吗 上帝的人头呢 保镖无奈回复着 我的人已经埋伏在他下班的路上了 三辆重卡 哪怕他是不死之身 今天也务必免压成你 但愿你不要再让我失望 否则一定让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另一边的女服务员推门而进 老板 客人都到齐了 很好 走吧 去见见我的这些老朋友们去 来到一个金币辉煌的大堂 下面更是坐无虚席 大家交头接耳地聊着各种事情 安子金一脸迷茫地问着 大家来都是聊天的吗 苏巡回着 他们都是来赌的 一会又轮到了宫海 他们才会肆无忌惮地玩 安子金下了一跳 那我们还是赶紧下船吧 放心吧 有我在 这艘邮轮走不了 突然看到墙角移出的严宇柔 他怎么也来了 而且好像就他一个人 此时老板通过广播大声地说着 我亲爱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邮轮 接下来三天将是你们此生度过最美好的日子 看台下面全是高呼 威尔逊先生 威尔逊先生 苏巡却是微微一笑 也是你此生最后的日子 如此漂亮的一个美女 竟然被一个老头带走了 结局会如他所愿吗 请叫地主 何官指着各位位老板 看了看手中没有大小王的他选择 不叫地主 另一个肥头胆躲得顺子少了一张漆 也不敢叫地主 成熟的大叔看着稳赢的纸牌 我叫地主 安子金很惊讶 他们怎么在玩斗地主 很正常啊 还没到宫海吗 先消遣一下时间 威尔逊这个家伙 只露了一面居然不见了 竟会变得如此谨慎 想找他还需要费点功夫 我赢了 严宇柔开心地大叫着 苏循玉光瞟了一眼 再来再来 今晚要发财了 美女运气真是好啊 原来是一个来体验生活的富家小姐啊 还是挺可爱的 混至室内 老板 还有一个小时就到宫海了 老头指着屏幕上的严宇柔问道 这个女还是谁 而她此时还不知道危险已经悄悄靠近 我来查询一下 请老板稍等片刻 不用找了 我等不及了 不管什么背景 既然上了我的船 那就是我的人 还在开心斗地主的严宇柔被几个服务员叫着 美女 我们老板想请你喝杯咖啡 稍等 我就剩两张牌了 转头看了一眼 我不认识你们老板 请回吧 一把小刀突然出现在她腰间 我们老板很想认识你 请你还是跟我们走一趟吧 严宇柔眼神坚定起来 你知道我是谁吗 赶乱来 一定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我们老板耐心有限 还是走吧 两个人一起把她架了起来 安子金正开心地打着游戏 我快被追上了 而苏循正在注视着发生的一切 保镖看着只有一个人的严宇柔说道 胆子太大 一个女孩子都敢登船 又看着背对着监控的苏循 立马问道 有没有那个戴帽子的人正脸 查了半天 并没有发现 可恶 她怎么能够躲避我们十几个镜头呢 这个家伙肯定受过专业训练 应该是那个女孩子的保镖 另一边严宇柔还在挣扎着 放开我 我给你们钱好不好 我家里有好多好多钱 苏循跟着保镖也找到了地方 老色鬼 总算找到你了 救命 救命啊 女人躲在墙角大声呼喊着 听着叫声老头却是更加兴奋了 躲在墙角观察的上帝准备动手了 背后有人用钢丝直接缠着他的脖子 在杀手之王面前往火 真是不要命了 他出手了 向后一个肘击 拉着钢丝问兄弟你行不行 又抓住手腕 直接就是过肩摔 就问你痛不痛 保镖不敢相信一个和他一样身份的人 怎会有如此厉害的身手 苏循还在挑衅着 起来 再陪我玩玩 其他人闻声也都赶了过来 问着躺在地上的保镖发生了什么 他回忆着 那张脸好熟悉 好像在哪里见过 立马吼道 保护威尔逊先生 要快 有危险 严宇柔躲在墙角正在瑟瑟发抖 老板尖笑着 别害怕 我会很温柔的 求求你 放过我吧 真是可怜啊 哈哈 你就从了我吧 严宇柔继续挣扎着 并大声呼喊着救命 保镖听到救命立马推开了门 问着老板你没事吧 都给我滚出去 在影响我都给你们扔进海里为鲨鱼 保镖一看没问题 关上门继续闲聊 老板正在信头上 我们就守着门口就行 又听严宇柔继续喊着救命 老板是越听越兴奋 苏巡不知何时 已经顺着绳子来到了玻璃面前 一脚踹开 就是给老板一记重拳 老板大叫快来 保镖还在门口继续撩骚 真是的 还快来 前奏太长了吧 看着倒地的威尔逊 苏巡比试着 真不耐打 一拳就昏死过去 严宇柔还在刚才的惊吓中没有回神 问着苏巡你是谁 我们晚上还坐在一起吃过饭 现在就忘了吗 委屈得他快步跑过来 一把抱住苏巡哇哇大哭 苏巡很无奈地看着眼前的妹子 只听广播中突然说着 上帝 我知道你在船上 想救你小女友 就马上来见我 此时的邮轮上没有一个人 有心情欣赏美景 一根针掉到甲板上 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一场激烈的战斗 马上就要打响了 全副武装的保镖 站在甲板上对猎成两排 约翰身边正是苏巡女友安子晶 船舱门亮起了绿灯 关键人物要走出来了 所有的保镖都屏住了呼吸 武器也直接对准了舱门 率先出来的是威尔逊 苏巡藏在背后 并提醒他们放下武器 看了一眼果真是安子晶被抓了 向约翰说着 你小子还是有点手段 约翰也毫不客气 一般一般 世界第三 只不过看监控碰巧发现 丢掉女朋友自己离开 会是你最大的错误 苏巡却提醒着紫金不要怕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约翰直接一把搂着紫金的脖子 小子 你是真能装啊 你也不看盼我多少人 你几个人 苏巡也提醒着威尔逊 赶紧让对方放下武器 好像他的话不管用了 保镖们一脸冷漠根本不听 约翰这时大叫着 老板真是抱歉啊 现在他们都是我的人了 对的老板 现在约翰是我们的新老板 你死了我们可以平分你的股权和资产 这条件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啊 你说什么 你个畜生 威尔逊没想到 属下在这关键时刻背叛了他 到此结束吧 约翰率先一枪打了过来 苏巡早就注视着对面的一切动作 连忙一个闪现逃到了墙边 威尔逊却是应声倒地 直接下线 苏巡后背的墙边又是一阵 砰砰砰的花生米 约翰还是一脸心酸地继续装着 上帝啊 你出来接受现实吧 你是无能为力改变现状的 苏巡还在一旁看着威尔逊虽然挂了 系统并没有提示任务结束 看来这群人都是威胁啊 那我可放手大开杀戒了 没听到苏巡的回话约翰也失去了耐心 都给我上 一群大汉呼啦啦全部围了上了 主动过来就是苏巡动手的好机会 修修修 一个飞镖直接穿了三个保镖 这个力度和速度真是太满了 苏巡只用一秒时间 凡人根本看不到的速度 直接解决掉了所有过来大汉 身上还背着一个家伙又是飞刀一水 船上的照明灯全部灭掉 陷入一片漆黑 一个保镖大骂 谁关的灯赶紧打开 苏巡顺着声音又是一个飞镖甩出 准确无命中目标 约翰这个傻子根本不知道苏巡的厉害 还在大叫向我靠拢不要慌张 还敢主动说话暴露位置 你可真是勇气可嘉 闪现来到约翰身后说着我是苏巡 向我开枪啊 约翰慢字还没说出口 就被手下打成了筛子 这个女的想要打扑克 苏巡却坐在门口不进屋 真是个鱼木疙瘩 女孩子都说了一个人睡害怕 你还不抓紧时间进来 剧情还是先回到打斗场面 还我弟弟的命来 砰砰砰一连串的花生米打了过来 你这个羊妞真是狠啊 要是平时我绝不会杀你 可是今天你和我见过的其他女人 比就显得太逊了 所以你可以下线了 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为什么这样的光线 你还是可以精准地打中 因为我是上帝 那你一定也很想知道 为什么带我女朋友上游轮了吧 一把蒙着安子金的眼睛 因为你们在我眼中 根本没有任何威胁 系统终于发来了新的提示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获得本周新身份 新的身份是算无一策的算命先生 你表面是平平无奇的大学生 但是你的真实身份是青云国际董事长 杀手之王上帝 还有最新的身份 一名出生极通灵 先天能感应天地之势 掐指一算就知人世间三百年的神算子 身份任务 让你神算子的身份在一周内传遍江州省 如果提前完成会有大礼包送上哦 这又是什么鬼 还有彩蛋等着我 系统越来越不正经了 你干嘛还不松开我呢 你在说什么呀 安子精在一旁问着 现在安全了 有些画面不能让你看到 那你打的都是什么人呢 那些啊 那当然是没用的坏人了 突然警灯闪亮了起来 所有人留在船上不要动 我们接到举报有人聚重赌博 船上的玩家瞬间炸了锅 谁告的命 威尔逊人呢 他不是绝对保证我们安全的吗 苏巡带着安子精走下邮轮 是我打的电话 我是青云国际董事长苏巡 真是感谢啊 帮助我们查获重大案子 言语柔此时正注视着下船的苏巡 你既然能够一人来到邮轮上 想必自然有脱身之法 该去哪里不是由我来决定的 再见了 苏巡 难道我言语柔在你眼中 真的就不值一提吗 把安子精送到酒店后 苏巡就要离开 我就在你隔壁有事叫我 苏巡 刚刚遇见那么多坏人我害怕 你能不走吗 子精放心休息吧 我敢保证绝对没有坏人赶再来了 可是我真的不敢一个人睡啊 你就不能留下来陪我吗 好吧 那我留下来陪你吧 我就坐在门口不进去了 你这个鱼木疙瘩 八辈子都吃不到四菜一趟的家伙 非得要我主动是吧 明天就要回家了 你还不抓紧 坐在想啥呢 和他竟然称兄道弟 你敢信吗 岳父你年轻时候的事情 我岳母并不知道吧 苏巡靠着重要的线索 把安南天拿捏得死死的 什么 他签下了合同 臣妇董惊讶地听着手下的汇报 是的 安南天后天就要宣布 我们该怎么办 没道理啊 泰山集团一直把我们公司荡成死对头 怎么可能会答应这个矛头小子 我刚得到的情报消息 这小子和安南天的女儿在一起了 混账东西 这么重要的消息不怎么早点告诉我 廖军摸了摸脖子 要不我们一不做二不休 一个小屁孩而已 血气方刚 那我们就给他来点意想不到的猎虎 系统提示 距离日期还剩四天 请宿主尽快完成调查任务 合同搞定了 真相还是没一点头绪啊 正在苏巡一筹没拆的时候 李管家激动地跑了进来 苏总 我查到了 司机有一个女儿 三年前去了国外留学 司机也是那时候开始开渣土车的 一个司机竟然有钱送女儿留学 对手看来三年前就开始布局了 对手心狠手辣 为了您的安全 给你增加了安保人员 都进来吧 卧槽 从此我也有保镖了吗 胸口硬着小猪熊是什么鬼 苏总好 这些都是特种退役精英 手段高明 绝对忠诚董事长就是好啊 有劳大家了 这个照片上的人是谁 离陈华挺近的 为什么公司里面没有他 这是廖军 陈华的心腹 不在公司 很多见不得光的事都是他在出面 难道你想从他查起 这可是油盐不尽的主 我就是好奇 随便问问 廖 军 女秘书带着文件正向苏总办公室走去 路上被廖军拦了下来 见了我招呼都不打一个吗 我跟你说过 公司里面不要找我 我在外面也没见搭理过我 我有事情需要你帮我处理 你别给我装高了 没有我 你能进来做秘书 听清楚了 我现在走投无路了 你一定得帮我 快看 这个家伙成了高富帅 宿舍内是一片后悔莫及 其他行动也悄悄地开始了 苏寻真的成了青云国际的董事长了吗 可不是吗 安子经收到一条信息 打开一看是苏寻约他下楼 同宿舍女孩子继续说着 好气哦 前两天他还看着我笑 早知道 醒醒吧 另一个女孩子回答着 我还没机会呢 哪里又轮得上你 安子经披上外套就赶紧往楼下赶 来到路灯下 期待地寻找着苏寻在哪 突然背后一个大手搂在安子经面前 看老娘的过肩衰 苏寻 怎么是你 不是我还能是谁啊 你这是要谋害亲父啊 谁让你守不老实的 哼 怎么 上次的时候都没反应 进一步发展就要挨揍吗 有点意外 以前都是我主动 今天反过来有点不太适应 以前我没能力 如今我可以了 我会倾尽所有 追求你 爱着你 安子经眼中泪光盈盈 幸福的不知如何才是好 果然女孩子还是喜欢听甜言蜜语 小傻瓜 我来帮擦擦泪水 我的岳父是不是泰山集团董事长啊 对啊 我以前不是告诉过你吗 真讨厌 我还没答应嫁给你吗 我不是以前告诉过你吗 你怎么忘了 啊 记得记得 这女孩子也太善变了吧 我要在青云集团站住脚 需要岳父的帮忙 我先接个电话 赵总不好了 司机自我结束了 你在哪里 我立马过去 明早我再来接你 真是讨厌的电话 话说一半就跑了 今夜注定要失眠啊 但是还是很开心 嘻嘻嘻 赶紧回公司 果然出事了 一辆汽车打着远光冲向了苏寻 完了 快撞上了 紧急时刻李管家开车 直接撞了过去 好险啊 差点我也到此结束 看着逃跑的汽车 苏寻的内心彻底被点燃 苏总您没事吧 李管家大声呼叫着 打了一晚上斗地主 安子晶不知何时已经醒来 扯着被子盖住了 白嫩香软的胶躯 苏寻看着醒来的他 金桥的脸上 还有一点点微红 又问着你醒来多久了 为什么不多睡会 我已经等你二十分钟了 安子晶问着你等我干什么 我快掉下去了 三分钟后安子晶已经穿戴整齐 司机在楼下等我了 我就先回学校了 有点疲惫的苏寻说着 有事给我打电话 晚上我去接你 安子晶小眼神瞟了一眼 今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苏寻惊恐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不行还是买点营养品吧 一个小时候东城区的天桥底下 新知起了一个算命摊子 摊主是一位二十来岁 风神俊朗的年轻人 穿着一件黑色宽松的袍子 给人一种公子如玉的感觉 旁边的帆布上 还写着算无一策苏半仙 苏寻这个新人 自然惹得同行过来围观 腰 新来的呀 干点什么不好 非要干这种坑蒙拐骗的勾当 一位身穿蓝色袍子 留着大把胡子的老大爷 来到苏寻面前 打量了他一眼 神色有些不以为然 苏寻嘴角抽搐了一下 风轻云淡的说着 大爷你误会了 我是靠本事吃饭的 大爷扑吃一声就笑了 小子你不由别人还行 都是一个行道我还不了解吗 我都在这边三年了 大爷转身摇头道 现在傻子越来越少 这碗饭本就不好吃 连年轻人都要和老头子 抢饭碗了 他话音刚落 就看见一对情侣 向这边走了过来 适风日下 人心不古啊 这年头连算命圈 都要靠颜值吃饭 女人眼巴巴的 看着苏寻好帅啊 问着帅哥 你真的会算命吗 苏寻还没说话 女人的男朋友 不耐烦的说了句 他会算个屁 就是个忽悠骗子而已 这位先生 你本就是带着眼睛看人 我说我不是骗子 你也不会信吧 既然如此合不算上一挂 不准不要钱 不要钱也不行 毕竟你还浪费我时间呢 青年女子脸色一变 你给我住嘴 我就想让这个帅哥 给我算一挂 眼神迷离地看着苏寻 伸出小手说着 麻烦小哥哥 给我看看手相吧 这可是第一个客户 又是一个美女 苏寻立马答应了下来 刚把手伸出去 男子率先拦着 你还是先给我算算吧 麻脸冷笑地说着 如果算得不准 我就把你摊子给你砸了 快看 这个男的马上就要挨打了 只见他伸出手来 最看不惯就是你这种小白脸 不就是长得帅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要是算得不准 我就砸了你的摊子 苏寻脸上笑嘻嘻 但心里已经买卖皮了 要不是为了完成任务 分分钟钟教你做人 青年的女朋友脸色 一变连忙拦着她 你发什么疯 我不算了还不行吗 吃瓜群众看到 也纷纷走了过来 蓝山老头叹了口气 同情了苏寻三秒钟 年轻人就是没经验 开业第一天就要关门了 毕竟执掌千亿集团董事长 杀手之王 说着我来给你算 如果不准人你处置 哈哈你小子有种啊 青年冷笑着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 算无一策的神算子不成 青年男子的女朋友 看着苏寻悠悠叹了口气 帅哥你还是换个地方 不然你就要倒霉了 男子伸出手来给我算算 今天我运势吧 必须今天就能应验的那种 苏寻装摸作样的 得掐指一算 嘴里念念有词道 先生今日毕竟有血光之灾啊 哈哈 青年听玩笑的站不起来了 看着苏寻目录嘲讽 老子跆拳到黑带 你说我有血光之灾 哈哈 青年站起来脸上 露出一个真笑 指着苏寻的鼻子说道 小子 识趣的就赶紧走吧 到了明天没有灵验 你就要颜面扫地了 话音未落就要转身离开 女子转头依然担心着苏寻 你还是赶紧换个地方躲几天吧 苏寻可没有把他们的话当回事 用不了明天 一会就能见分晓 刚才他说话的时候 谁都没有看见林口里有一个小型的传声机 正在工作 男子还在生气地教训着女孩子 看见帅哥就走不动了是吧 现在就跟我去看电影 女子也不甘示弱 狠固满地说着我不去 男子小白眼一番 切 一个不小心撞在了黑背心的大汉身上 你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就在此时一道惨叫夹杂着女人哭腔的尖叫 传了众人的耳中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寻声望了过去 只见刚刚自称跆拳道黑带的那个青年 此时蜷缩在地上 正被一个大汉打得跟个弟弟一样惨 这个家伙挨了打 还得回来谢谢苏寻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态度变化如此大 苏寻此时正坐在凳子上笑而不语 一副高深莫测之姿 正在教育青年人做人的正是他的中毒保镖之一 我说你有血光之灾就是有 没有也得有 老倒是艰难地咽了口祸祸 这世上哪里有那么多巧合 本以为苏寻是个骗子搞了半天自己才是 这种感觉真是酸爽 站在一旁的女孩准备要送青年去医院 没想到她摇了摇头 不 不要去 然后晃晃悠悠地向苏寻跑去 来到跟前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大师啊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您是真有本事啊 您看看再帮我算一挂如何 苏寻继续蔑视的一笑 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是不是心服口服了 边上的蓝衣老头率先开口我服了 老夫行骗 不是 老夫算命这么多年第一次彻底服了 苏大仙给老夫也算一挂吧 苏寻看着青年男子说我有个规矩 同一天只能一人只能算一次 手指着女孩你过来给你算 苏寻对这个姑娘还是比较有好感的 拉着小手就问妹子想算点什么 妹子还在刚才的惶恐和惊讶中没回过谁 一脸不敢相信苏寻要主动给她算 颤颤巍巍地说了句算算财运吧 毕竟钞票这种东西谁会不喜欢呢 请报一下你的生辰八字 姓名 家庭学校地址 越详细越好 女孩子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所有信息都说了一遍 包括自己上学的班级和班主任都交代了 苏寻握着对方滑溜的小手慢慢地松开 淡然一笑说道 你今日财运不错 会发一笔小财 而且很快就能一年 女孩子的男朋友立马问到 你是不是偷偷买彩票了 你怎么会发小财呢 女孩子连忙摇头没有啊 话音刚落女孩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向苏寻露出一个歉意的眼神立马接了起来 只见她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灿烂 忍不住地都笑出了声 挂断电话后 她欣喜惊呼一声 大师你真是神人 刚刚辅导员打来电话说 我深情的奖学金通过了 苏寻轻声回了一句 只是亏得半分天机而已 周围围观的人群立马炸锅了 纷纷期待地望着苏寻 希望能够给自己算上一挂 保镖的耳边传来小弟的声音 校长还在问 要不要继续在关注下 其他学生的奖学金 保镖回着小弟 废物 不要理他了 你不知道这是在演戏吗 快看这个家伙 自从拥有通灵能力之后 竟然连一盆花的想法都不放过 更何况还有这么可爱的美女秘书 正在向她走来 大师 您就发发慈悲 给我算得上一挂吧 对啊 大师多少钱都可以 苏寻嘴角一阵抽搐 什么踏码 还要烧香供奉 我都能说出口 诸位 此时本就有泄露天机之谊 所以我每天只算两人 今日就到此为止吧 明天还是这个地方 等待有缘人 听到这话众人有些失望 但也没有一个敢逼逼叨叨的 反而对苏寻更加恭敬了 有不少人将此事发到网上 以至于都快冲到了当天的头条新闻 一路来到办公室的苏寻 坐下伸着懒腰 也不知道系统给的通灵能力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突然系统提示 万物皆有灵 以手触碰 即可获得所处之物记忆 我来个去 竟然还有说明书啊 突然她目光落在办公室 摆放着的一盆绿植上 有了个奇妙的想法 一只手放在绿植上 使用了通灵能力 紧接着就出现了一幅幅画面 全是这盆绿植的视角 连从什么地方运过来的 都能看得见 更多的是每天面对 绿植的女秘书的所有视角 苏寻一脸惊呆 脸上瞬间变得通红 想着我怎么会变得如此变态 这时秘书正抱着文件走了进来 问着苏总你找我 回想着刚才记忆的画面 苏寻害羞地连忙转过去了身 说着 没 没事 秘书又是一脸问候 苏总到底在搞什么 怎么不敢看我啊 走出门口的苏寻 想着只要是触碰过的东西 就可以看到他所见过的所有视角 那我岂不是 可以为所欲为了 苏寻又赶紧装作证人君子的模样 不行不行 不能有这么龌龊的想法 但是偶尔是一下也是没有关系的 毕竟这么多老六看官还是喜欢看的 我看看有多少老六喜欢看 打出666 正在苏寻一想天开的时候 一条短信发了进来 打开一看是安子金发过来的 约他中午到家里吃饭 他大伯从国外回来一起见个面 接下来肯定少不了 又是大型的装逼现场 你爸爸呢 我爸在磨刀呢 苏寻面对安南天有种莫名其妙的心虚 因为好几次和安子金亲热都被他撞到了 安子金俏皮地说着 这个小妖精越来越调皮了 晚上是得好好教训下了 中午12点 安子金的大伯一家人总算是到了 一共是四个人分别是安子金的大伯 伯母 唐姐和唐姐安悠悠的男朋友 大伯率先说着紫金啊 几年没见是越来越漂亮了 安子金回着伯母才是越来越年轻了 瞧瞧这丫头嘴真甜 伯母也赶紧回着 找了这么帅气的男朋友 你可要对我们紫金好一点哦 大伯好 伯母好 苏寻脸上挂着笑容向两个人打招呼 我一定会照顾好紫金的 将一个晚辈应有的礼貌展现了出来 听着两位夸赞苏寻 安悠悠的男朋友李华有点不太高兴 极度地看了苏寻一眼 毕竟和安子金一比 他女朋友差多了 勉强露出温和的笑容 向苏寻说着 小寻啊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有时间我们可要多多联系啊 我也准备回国发展了 还得请你多多关照啊 伪君子 如果只看表面 谁能想到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竟然想打安子金的注意 甚至想着姐妹双收 这探马多刺激 苏寻礼貌性地回着 谈不上照顾互相帮忙 其实内心早已经骂麦皮 还一口一个小寻 你也配 李华脸上笑容不解 对了小寻不知道在哪里高救啊 自己开了家小公司 苏寻有点反感 怎么感觉这家伙跟你马查户口一样 还一口一个小寻 苏寻说是小公司 李华却当真了 脸上带着几分巨傲之色 没事 慢慢来嘛 饭是一口一口吃的 以后有什么业务我会先帮你的 清云国际你听说过吧 我们家可是和他们有合作的 他此话刚落 客厅里的众人脸色有些奇怪 安南天赋负面无表情 心中开始对李华不喜 安子金仿佛在看傻子似的 看着李华在苏寻面前装逼 李华继续问着紫金 你应该也知道清云国际吧 李华开始和安子金搭话 苏寻脸色沉了下来 他明白这家伙为什么要这么做了 苏寻不动声色向李华伸出了手 那以后就麻烦李哥多多照顾了 哈哈哈哈 好说 好说 李华和苏寻握手脸上 露出了质得意满的笑容 苏寻握着他的手使用通灵能力 果然从他记忆中 找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苏寻嘴角上扬 勾起了一抹细血的弧度 小东西 也不撒泡尿罩罩 敢欺负到我苏寻头上来 苏寻到底使用通灵能力 从李华的记忆中发现了什么呢 他发现李华居然是个抬不起头的人 不错就是你以为的那种 于是他的心里就发生了变化 经常幻想各种不符合实际的想法 但对于安悠悠他却不敢 不然在国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明明有强烈的欲望 但偏偏不能在安悠悠身上体现出来 又怕暴露自己的那点问题 于是就开始装正人君子 承诺结婚前是不会碰他的 来换取安悠悠的好感 最初两个人认识 也是李华自导自演的英雄救命 他不仅看上了安悠悠的美色 更重要的是看上了对方的家事 安南非夫妇并不知情 在这家伙的算计下 并放心地把女儿交给了他 安悠悠更不知道的是 每次他的坐怀不乱其实都是装的 在女人这里得不到 他后面就改变了自己的口味 开始迎难而上 强人所难 总之是难以表达 苏巡只能是感慨 城外的想进来 但是城里的是真会玩 苏巡很想知道 如果安南非夫妇知道了这件事情 会有何反应 更何况让这家伙的计划全部复之东流 想想都是爽歪歪 这家伙想法也是太多了 就吃个饭的时间 还惦记上了苏巡的女朋友 和安悠悠一起抖地主 那就不要怪这个急功好义的小苏不客气 所以苏巡决定弄他 虽然心里已经开始磨刀霍霍像猪羊 不过表面上苏巡依旧笑容满面 李哥 能借个手机打个电话吗 我都忘记带了 还露出一个无奈的表情 行 随便用 李华根本就不知道 对面的苏巡是个什么样的玩家 豪气的就递了过去 还说着密码是六个一 谢谢李哥 我打完就还给你 苏巡露出一个天真无邪的笑容 拿起手机就开始操作起来 安子晶赶紧悄悄地问着 你手机不是在的吗 你要搞什么鬼 就在此时低头摆弄手机的苏巡 突然惊呼一声 李哥 你 你这路子也太野了吧 咋还爱好这一口呢 一时间把所有人的眼光 全部吸引了过来 超前剧情圆庭 把他放在了快看看 打开抖音搜索快看看 输入圆庭专属口令1668 就能提前解锁下一集 真没看出来 李哥这小身板还挺能整啊 苏巡后退了两步 把手机藏在了身后 满脸细血地看着李华 李华先是一愣 紧接着想起了 自己手机上存的视频内容 脸色大变 连忙起身就要抢夺手机 那不是我 那是我朋友的 我把他删了 苏巡阴沉着脸 拿出手机把里面的内容 放给了大家看 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安悠悠大声叫着你竟然是个 是个 就在此时上一秒 还是满脸笑容的苏巡 一个耳光就抽在了李华的脸上 把手机还给李华 说着小苏是你叫的吗 什么玩意 你他们能干出这么恶心的事情来 要不是我好奇地 输入几个数字打开看了一下 真不知道你还要把 唐姐和大伯他们骗到什么时候 今天要是不给大家的交代 我苏巡是不会放过你的 李华突然看向了苏巡 如果不是这个家伙 这件事情别人怎么会知道 自己的计划完全泡汤了 麻麦皮的 越想越生气的李华 一把把桌子给掀翻了 看到这一幕 客厅里的众人都是大惊失色 看着迎面来的李华 苏巡眼底闪过一抹轻蔑 站在原地躲都没躲 直接一脚踹了过去 但凡躲一下都是高估了李华 李华的身体倒飞而出 然后一声惨叫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所有人都猛了 完全没想到苏巡居然还有这么强的战斗力 苏巡单脚踩在他的身上 居高临下地问着 你自导自演英雄就没接近安悠悠 就是想继承安家的资产吧 你的无能是不是也该向家人坦白呢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的人物存在呢 安南飞此时也爆发了 抓起桌子上的茶杯就砸了上去 快说 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们 苏巡对安南天说着安叔 我还是先把这个垃圾丢出去吧 免得散发的臭味影响了我们吃饭的心情 说完提着他走出了客厅 对了 至于你口中的说的青云国际我很熟 话语落下苏巡将一张名片丢在他的脸上 然后转身离去 李华拿起一看上面写着青云国际董事长 他的脸色立马变得苍白 本来还抱负的想法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剩下了恐惧 仔细看 这就是得罪女人的下场 安悠悠正举着一把菜刀走了出来 眼看李华要跑 咻 得一声菜刀直接飞了出去 光当一声重重地插在了边上的墙上 刚刚得知自己的男友竟然是个变态 一时间安悠悠内心还有点接受不了 捂着双眼就哭了起来 安子巡也赶忙走过来扶着自己的表姐安慰着 别难过了 好在现在知道他的真实面目也不算太我 苏巡再次走进客厅的时候 安悠悠已经停止了哭泣 只是眼眶微红 安叔 大伯 那家伙已经被我赶走了 以后都不敢再纠缠躺起了 苏巡脸上挂着笑容 语气平静地说着 没有丝毫邀功的意思 安南飞又问着李华刚刚从国外回来 为什么你会对他的事情了如指掌啊 周梅也赶紧说了句 就是 连他手机密码怎么都知道 苏巡则是一本正经装了起来 因为我是神算子 在一旁的安子巾一个棉球就砸了过来 苏巡挨腰一声捂着头不再说话 苏巡抬头打量着安悠悠 模样和安子巾有四分相似 身材略逊一筹但也算美女 苏巡提醒着自己这可是表姐 怎么会有双倍快乐的想法 妈卖皮的 安子巾看苏巡表情有点不对 提醒着少在这里打什么主意 赶紧吃饭了 因为发生李华的事情 接下来的午宴也就草草了事 苏巡正在院子散步 感觉有人在后面跟踪说着出来吧 早就发现你了 转头一看是安悠悠表姐 你不是在和子巾聊天吗 难道单独找我是要感谢一下 你会算卦吗 卧槽原来只是算卦 白高兴一场 苏巡可是神算子当然会算了 安悠悠可怜巴巴又带点哀求的意思 说着你能帮我驱邪吗 然后把这几天的经过讲给苏巡听 他们一家人回来后 就一直住在这个别墅 环境优美很适合休养 就在十天前的第二个晚上 安悠悠正在睡觉的时候 迷迷糊糊听到了很奇怪的声音 呜呜 像是有人在哭 安悠悠感觉是风声 就起来把窗户关上 站在窗户边看到窗外闪过一丝身影 揉揉眼睛感觉是幻觉也就没有多想 但是下一秒 窗帘又恢复正常了 但是安悠悠这次真真切切地看到了 有个人就站在自己的窗前 听得苏巡也是激情澎湃 赶紧问着在哪个房间带我去看看 两人来到房间后 安悠悠紧张地抱着苏巡的胳膊 小手指着前方的窗户说就是这里 苏巡来到窗边 一把拉开窗帘 闭眼使用通灵能力开始搜索周边情况 一个女鬼忽然划过苏巡的视角 吓得连忙叫着过曹 这年轻人 这个女鬼不正经啊 自己半夜偷偷地趴在苏巡身上寻求报报 本来已经给情主安排好了单独的房间 还提醒她不要到处乱飘吓人 明天早上苏巡就会带她去报仇 但是情主已经被这万恶的富裕生活腐蚀 她太喜欢这种被霸道总裁收养的感觉 总比她自己孤零零住在坟地里舒服多了 趁着苏巡睡着的时候 悄悄来到了她的床边 苏巡迅速睁开眼睛 问着你怎么来到我床上来了 情主撇了撇嘴 用着冰凉的三二地挨着苏巡脸边 娇滴滴地说着主人 我怕了 陌生的环境人家害怕睡不着吗 苏巡翻了翻白眼说着你搞笑的吧 你是鬼你还害怕 又问着你能生孩子吗 情主双目一臂你试试呗 抖地主的时光总是快烈又短暂 不一会情主就因为过度劳累 而率先睡了过去 只剩苏巡睁着眼感叹 这是什么人间疾苦 第二天一大早两人就坐车 去往情主闺蜜的家中 路途遥远甚是无聊 自然又开启了新的斗地主模式 就在快到时情主指着前面的路口 说着左转就到了 苏巡也在感叹 为了一个男人居然对好朋友下沙手 可真够渣的啊 情主想起曾经的往事 就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亏我曾经还那么相信她 还告诉苏巡曾经她也想过复仇 厉害的护身符让她根本无法靠近 听到护身符苏巡顿时就来了兴趣 看来这世上也还是有高人存在的 车在一栋小洋楼前停下 带着情主下车 苏巡按响了门铃 叮咚叮咚 情主在一旁飘着问苏巡你打算怎么办 是杀了他们吗 苏巡赶紧回答着我可是守法公民 打打杀杀不可取 你一会注意配合我就行 片刻之后门打开 一个珠光宝气的中年妇女皱着眉头看着苏巡 请问你找谁啊 她正是王娇的母亲 我找你老公 苏巡话音刚落一把推开了她 直接大不留心地走了进去 王娇母亲先是错愕 紧接着大怒 你给我站住 谁允许你进来的 马上给我滚出去 她的咆哮并没有用 苏巡面不改色地走进了客厅 听到动静王娇的爸爸也从别墅的楼梯走了下来 问着出什么事情了 王娇母亲指着坐在沙发上苏巡说着 她说认识你 非要硬闯进来 王娇爸爸拿起身边的凳子说着我不认识你 给我立马鬼 不然我就报警了 苏巡还是坐在沙发上淡淡地说道 我是来救你的 对待你的救命 恩人连口水都不让喝吗 罢了 既然这样还是我自己倒吧 然后屈指在水杯上一点说着起 晃泉水真的自己飞起来了 但是他们哪里知道 这一切都是隐身的擎竹 在动手帮苏巡拿着水瓶而已 对于他们早已经是瞬间脸色大变 满脸的不可置信 一副见了鬼的样子 只有苏巡还在得意地暗暗说着 都闪开我要开始装逼了 现在可以聊聊了吗 苏巡看着王红语气平静地问道 咕噜王红猴头滚动 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 诚惶惶惶惶地看着苏巡 这位高人 刚刚我等于妹 有眼不识泰山 多有得罪之处 还望勿怪 对对对 谢威是跟小鸡灼米式的点头附和 现在如果有谁敢跳出来说 苏巡是装神弄鬼的骗子 他们一家三口 能把对方狗脑子都打出来 这探马明明就是活神仙 无知者无罪 苏巡风轻云淡地说了一句 气质这块把空得死死的 扑通 王红直接跪在了苏巡面前 还坐在苏巡旁边的情竹 看见这一幕 感觉心里有种莫名的畅怀 苏巡看着两人淡淡地说道 方才路过此地 呼见血煞冲天 不寻之而来 你们家就是血煞源头所在 不出三日 必加破人亡 两人听见这话 都是吓得大惊失色 还请高人出手相救 王红愿在家中 为高人立场升牌 公子子孙孙烧香供奉 请高人救我 王某必感激不尽 刚刚苏巡说是来救他的 可想而知自己 绝对是遇到了什么大麻烦 所以他现在慌得一批 苏巡又问着家中 可还有其他人在 有有有 还有我的女儿 一定叫过来吧 王红大声地叫着 娇娇 娇娇 你快下来 在睡梦中 被吵醒的娇娇摸着 昏昏沉沉的头 说着叫什么叫 叫魂呢 只见父母跪在地上 红脸色惨白 身体都在颤抖 他现在对苏巡的话 是深信不疑 叫着娇娇赶紧过来 情竹看到曾经的闺蜜 又想起推他掉下山崖的瞬间 突然脸色大变 嘴里骂着你这个混蛋 本来握着的小拳头 直接伸开抓向了娇娇 还我命来 就在触碰的一瞬间 一道金黄色的光芒闪过 直接弹飞了情竹 娇娇也是感觉 自己身边突然有股凉气 但是一瞬间也就消失了 被护身扶弹飞的情竹 直接衣服四分五裂 看得苏巡是直接喷了鼻血 娇娇父母看到苏巡模样 大叫着大师你怎么了 苏巡一边擦着鼻子 一边看向情竹 我一看到他就失去了理智 忘记了不申服的事了 苏巡捂着嘴小声地 说着只有他俩能够听到的话 给我老实点 两位本就对苏巡信任不疑 又问着大师 难道是在和厉鬼较量吗 真是好厉害的鬼呀 居然能够逼得大师受了内伤 在一旁的娇娇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父母却拉着他别说话了 先跪下 苏巡叹了口气 今日之果 往日之音 苏巡掐指一算 皱了皱眉头看向了王娇 这血煞全是冲令千斤而来 令千斤究竟是做了何事 令其死后魂魄不散 怨气冲天 他话音落下 王娇面无血色 三人听见这话 都是吓得大惊失色 肯定是情竹 王娇显然是有逼数的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情竹 王红和解微神色大变 齐齐看向苏巡 请高人出手 高人不能见死不救 是情竹 肯定是情竹 王娇显然是有逼数的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情竹 王红和解微神色大变 齐齐看向苏巡 请高人出手 高人不能见死不救 你们都知道 苏巡双眼微眯 盯着王红和解微 王红脸色阴晴不定 半想点了点头 承认他们知道 王娇杀人的事情 解微突然感觉 客厅里的温度 仿佛下降了一些 让他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将事情缘由告知于我 虽然他已经知道了真相 但得装作不知道 必须得让他们亲口 说出来才行 要不然 怎么录音呢 王红犹豫了片刻 但最终 还是对未知的恐惧 占据了上风 一五一十地 将王娇杀害秦竹的事情 说了出来 包括他们帮忙掩盖杀人事实 因一己私利而杀人 苏巡听完后 阴沉着脸冷哼一声 起身就准备离开 王红一家三口见状 瞬间是慌了 如果苏巡走了 他们岂不是只能坐等 家破人亡了 高人 救命啊高人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是啊高人 死了的人已经死了 活着的人还要活着 鬼害人 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啊 救救我们吧 三人连滚带爬 扑上去抱住了苏巡的小腿 不停地磕头 声音带着哭腔 模样显得十分狼狈 哎 罢了 苏巡好像是被说动了 无奈地叹了口气 上天有好生之德 既然遇见了 就不能坐视不管 否则我道心难安 花音落下 他又重新坐回了沙发上 他有个锤子的道心 多谢高人 多谢 多谢 王红一家三口 欣喜若狂 都是松了口气 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苏巡看向王娇 按理说这秦主死了三年多了 不可能中途没来找过你 但你却一直平安无事 可是身上有什么辟邪法器 法器 没有啊 王娇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 不对 有 谢威说了一句 他身上有个平安符 是高人开过光的 对 我有个平安符 一直戴在身上 王娇也想了起来 哦 何否让我看看 苏巡眉头一挑 一副饶有兴趣的舞样 旁边 秦竹翻了个白眼 他觉得自己不是学表演的 自己这个主人 才是真正学表演的 影帝啊 当然可以 王娇连忙将一个香囊 拿了出来 然后打开 取出来一枚黄颜色的平安符 递给苏巡 看见这枚平安符的一瞬间 秦竹就是连忙远远地打开 显然很失聚吧 苏巡打量了手里的平安符 他仔细看 也没看出个什么玩意儿 但从小宠物的反应就知道 这枚平安符是真的有辟邪效果 不是那种旅游区 十块钱一个的大路 好东西 我喜欢 苏巡装模作样地轻笑一声 淡淡地说道 这平安符倒是有些道横 不过灵力见消 已经发挥不出什么效果 说完 他又看向王红 这平安符不知王先生 是从哪儿得到的 是八年前云林市青阳观的 青阳道长赠入了 王红连忙毫不犹豫地回答 他现在对苏巡是知无不言言无无尽 毕竟苏巡那一手隔空探物 在他看来比青阳道长还要厉害不少 简直是真正的修仙之人 苏巡点点头 我可以帮你们王家逃过此劫 分文不取 但这平安符 我得留下研究研究 如何 为了你弟弟 你自首吧 表面上风轻云淡 但心里却是暗暗记住了青阳观这个地方 当然可以 这平安符就赠予高人了 而且报酬也是要给的 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高人千万不要拒绝 王红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他想借此和这个高人打好关系 以后能常来常往最好 苏巡笑了笑 直接将平安符收了起来 漫不经心地说道 三年过去 那秦竹已彻底化身厉鬼 观着血煞冲天 哪怕是我也不能妥善解决 我只有一个不算办法的办法 就看你们下不下得了决心了 高人请讲 王红毕恭毕敬地说道 苏巡指了指王娇 看着王红夫妇说道 秦竹之死是令千金所为 他化身厉鬼无非是咽不下这口气 只要令千金投案自首 自能消去他半数怨气 到时候我在出手 自然能轻易将其收复 如此一来牺牲令千金一人 可保你王家无恙 就看王先生和夫人 下不下得了这个决心了 话音落下 他端起茶杯满品 仿佛置身事外 一切都与他无关 当初秦竹把王娇视为姐妹 视为亲人 王娇却杀了秦竹 如今 苏巡也要让这王娇常常 被自己至亲至爱背叛伤害的感觉 不要 我不要坐牢 你肯定还有其他办法是不是 你肯定还有其他办法的 王娇惊慌失措 伸手抓住了苏巡的胳膊 哭得梨花待雨 一脸可怜兮兮地看着他 哼 苏巡将他的手甩开 冷冷地说道 因果报应 自有天定 那秦竹如今怨气滔天 我可没这个本事去对付 死一人 还是全死 你们自己选即可 反正与我无关 王红和谢威对视一眼 然后同时看向了王娇 王娇意识到了什么 娇区一颤 爸 妈 我是你们女儿啊 我不能坐牢 我不想坐牢啊 小娇 你 你自首吧 我们等你出来 王红声音嘶哑地说道 毕竟他还有个儿子 损失一个女儿保的全家平安 无疑是值得的 哼 听着父亲亲口说出此话 王娇如遭雷击 脑子里一片空白 整个人仿佛丢了魂一般 就在此时 苏巡又补了一刀 有了决定就尽快 我不会在此地久留 小娇 自首吧 为了你弟弟 妈求你了 谢威泪流满面地看着王娇 王娇这种自私自利的人 怎么可能自首 比起家人的死活 他更在乎他自己的死活 我不要自首 我不要坐牢 我不要 我不要 王娇跟疯了一样 嘴里喃喃自语似的说道 爬起来就想往外跑 然而他刚刚跑出两步 就感觉撞到了一个人 然后直接摔倒在地上 然而他抬头看 却又发现面前什么都没有 还以为是自己精神错乱 秦竹就站在他面前 面无表情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我抱住他 你快报警 王红一把扑过去抱住了王娇 冲着谢威喊道 苏巡就这么满脸细血地 看着这出闹剧 人间喜剧 还真是有意思 秦竹看着苏巡脸上的笑容 不知为何他感觉心里发凉 他觉得比起自己 苏巡更像是一个鬼 一个三言两语间 肆意玩弄人心 无情操控人心的鬼 很快 警察的人来了 嗯 是苏巡这个三好公民 亲自去开的门 谁是报警人 为首的一个警察问道 王红说道 是我 我举报 举报三年前 秦竹坠牙一案另有隐情 杀人者正是我女儿王娇 我也要举报 就在此时 王娇双目赤红的奸生叫道 我举报 我杀人后他们包庇我 他们也有罪 你们不要我好过 那大家就都不要活了 警察 亲爹妈举报女儿 女儿举报亲爹妈 这一家子都互相大意灭亲啊 觉悟那么高的吗 小娇 王红和谢威如遭雷击 没想到王娇居然直接自报 跟他们同归于尽 大家都别活了 王娇歇斯底里的吼道 劈头散发 宛如利果 啪啪啪就在此时 一阵鼓掌声响起 苏寻一边鼓掌 一边起身 满脸笑容地说道 好好 当真是一出好戏啊 王娇 当初擎竹是你如简 你推他那一把时 可曾想过他的心情 说话的同时 苏寻掏出录音笔 递给警察 警察同志 就不劳烦你们再去找证据了 犯案事实 他们刚刚都已经说过一遍了 不用感谢 作为一名热心群众 有责任 也有义务维护江南市 治安环境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哄 王红 王娇 谢威三人瞬间是如遭重锤 脑子里轰然炸开 到了此时 他们哪还不知道 苏寻根本就是来害他们的 自始至终 苏寻都拿他们三个 当傻子耍 偏偏他们还深信不疑 自己把证据 送到了苏寻手中 你害我们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做 王娇撕心裂肺地吼道 他想不明白 自己根本不认识苏寻 苏寻为什么要 如此处心积虑地来害他 你欺负了我的宠物 我这个当主人的 肯定是要为宠物出头了 苏寻微微一笑 摸了摸身旁 秦竹的小脑袋 看着王娇风轻云淡地说道 与此同时 秦竹的身影 出现在了王红一家三口眼中 啊 是你 鬼 有鬼啊 警察同志 有鬼 有鬼啊 三人看见秦竹之后 吓得大惊失色 脸色惨白 惊叫声四起 行了 别想着通过装风卖傻逃脱罪责 跟我们走一趟吧 为首的警察面无表情 因为他们根本就看不见秦竹 这也是秦竹的能力之一 他想让谁看到谁才能看到他 王娇 祝你们一家人的监狱生活愉快 秦竹校业如花大仇得爆 感觉心里又愉快了不少 三人现在全都明白了 苏寻根本就不是什么高人 刚刚那也不是什么隔空探望 分明一切都是秦竹搞的苦 而他们则被骗得团团转 最终自己把自己给玩死了 三人失魂落魄地被带走了 至于他们的未来则不用担心 下半辈子都由国家养着了 而苏寻也会送国送到西 好人做到的 既然把他们送进去了 就不会再让他们有机会出来 他们最好的结果 就是在监狱里过完一生 苏寻作为提供证据的热心群众 他也去警局做了笔录 配合警察工作嘛 不过他离开警局的时候 是局里一把手亲自把他送出来的 毕竟青云国际董事长的身份可不是盖的 行了 陈局 留步吧 送到这就行 那苏董 您慢点 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 耽误您时间了 感谢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应该的应该的 在警局门口互相寒暄了一番 苏寻在陈局的目送下上了车 一个女鬼动不动就要打扑克 大仇地报 心情如何 苏寻问着身边的秦竹 秦竹腮帮子鼓鼓地 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略带迷茫地说道 感觉好像突然就失去了目标一样 没了盼头 你最大的目标就是伺候好我 苏寻捏了捏他冰凉凉的脸蛋 感觉手感十足 秦竹笑嘻嘻地看着苏寻 将自己身上的红裙 直接退掉大半 你不是说冷吗 我给你换换口味 衣服穿好 苏寻艰难地 从他兵机玉骨的郊区上 移开了目光 他没想到秦竹 居然只裹了一件红裙 除此别无他物 此时 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这衣服真的大 真白 苏寻拉着秦竹的手 阻止他继续下一步 说着你这样 我工作都没法集中了 秦竹此时已经开始 泪眼汪汪地看着苏寻 心中五味杂粮 明明主人帮他这么大忙 为什么他只是一点点地 回馈主人就要拒绝呢 难道主人已经开始 嫌弃自己了吗 苏寻看着秦竹 越来越多的泪水 赶紧解释着 我不是这个意思 越解释反而越解释不清了 怎么感觉自己 好像找了个大麻烦 突然一个来电铃声 打破了眼前的尴尬局面 苏寻终于舒了口气 这个电话来得太及时了 喂 刘虎 怎么了 看着苏寻转过身 接起了电话 秦竹继续在一旁 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嘴上还说着 主人真的不喜欢我了 老板 有个电视台的记者 在网上诋毁您呢 说您那天 在天桥算命 是骗人的表演 现在天桥开支播 约您批天呢 怎么办 刘虎越说越激动 要不要我带人 直接把他给轰走 苏寻听着刘虎的报告 内心瓶竟如湖面 毫无波澜 有意思 胸有成竹地说着小鱼 这么快就上钩了 又赶紧回复着刘虎 你什么都不要做 就在那里等着我过去 苏寻现在也顾不上 继续去哄情竹 拉着他的手说走吧 跟我去一个地方 让我带你装装逼 楼上是傻逼 我亲眼所见大师 开跑车的 比你有钱 你是不是传说中的杠精 如果他不是骗子 哪里来的那么多钱 买跑车 记者李扬笑呵呵地 看着评论区的各位 突然来了一声 感谢刘哥帝虎剑 大家擦亮眼睛 相信我 那个什么半信都是骗子 现场围观的众人 抱着怀疑的态度 问着真的假的 还有人议论着 说话的家伙是谁啊 李扬拿出自己的工作证 向大家展示 我是都市时报的资深记者 今天我就来现场 打假装神弄鬼的骗子 又对着直播间的观众说着 大家关注我的直播间 不要走开哦 人群中一个个高的男子 大喊一声大失烂 人群又是一阵骚动 纷纷向男子指着的方向看去 哇 好年轻啊 他怎么可能算得准呢 这家伙是来蹭流量 当网红的吧 难道这就是新的操作方式 明天他肯定就要直播带货 人群中经过李扬的打假宣传 大家纷纷不再相信眼前的苏巡 苏巡则是很淡定地 往小凳子上一座 手上举着招牌 问着谁先来算一算 李扬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率先身先士卒 大失我先来 苏巡整理着自己的衣袖 默默地看着李扬问道先生 是算姻缘还是财运 别跟我整将来的事 那些都不能作为 拆穿你的当场证据 拿着手机就实时直播起来 还不忘感谢各位大哥们 送来的虎件 你不是自生半仙吗 就算我的曾经好了 苏巡嘴角微微一笑 卧槽 这真是个大聪明 如果让他来算将来的运势 还得安排布置一番 就算曾经摸一下什么都知道 李扬看苏巡不敢说话 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我看你现在肯定慌得一批吧 你到底敢不敢算 既然如此那就来试试吧 苏巡直接把手放在了李扬的手心中 现在轮到苏巡开始笑 一幕幕曾经的回忆 展现在苏巡的脑海中 你别装模作样了 不知道就大方承认 我们会给你留点面子 哈哈 李扬指着苏巡继续嚣张地叫着 李扬 三十四岁 出生于滨海市祥阴村 父亲是饭店老板 母亲在医院上班 苏巡说完李扬还是不屑一顾 知道我在这里堵你 故意提前调查我的个人信息了吧 你说的这些大家都知道 敢不敢来点猛料啊 苏巡翻着白眼 手放在嘴上轻声说道 不合适吧 这么多人都在看着 一听苏巡这种语气 李扬还以为是苏巡怂了 更加嚣张地对大家叫道 快看 大师怂了 这是什么办法 早点回去喂喂猪吧 哈哈 李扬你十三岁 还在穿尿布诗 最后靠中医偏方 治好的事也不是 苏巡突然问道 你初三的考试作弊 被老师发现 还不承认差点被开除事也不是 大学追过十二名女生 全部被拒绝事也不是 喜欢偷看女生穿短裙 珍藏的电影 躺在F盘文件名为新闻记者的自我修养 密码五千二百六十九 是也不是 苏巡一连串地问道 这些料够猛吗 还要不要继续来 啊 好舒服 几个保安正趴在门上 听着苏巡发出震震奇怪的声音 听起来像是很爽的感觉 他们哪里知道 这都是秦竹的功劳 上午苏巡刚刚把李扬的猛料 全部说了出来 李扬一脸猛逼地说着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还问着苏巡 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当然是人了 大白天的怎么可能会有鬼呢 本来围观准备看苏巡笑话的人群 又一次见证了苏巡的能力 这真的是大神啊 只有李扬站在旁边东张西望 真是一个大型的射死现场 苏巡为了缓解尴尬 顺便让秦竹发挥下他的作用 还要免费再帮李扬算一下运势 刁难人会遭报应的 一会走路的时候 记得留一脚下 巧合 你说的都是巧合 李扬听到苏巡如此落井下石 脸上变得更加争鸣起来 明竹伸出脚轻轻拌了下李扬 只听啊的一声李扬 直接摔了一个脸朝地 卧槽 人群中再次有人尖叫起来 料是如神啊 真的摔倒了 大师请为我算姻缘吧 大师请为我算财运 大师请为我指点迷惊 大家这次是彻底服了苏巡 好好好 大家排好队 一个一个来 苏大师再次又装逼了起来 完全不知另一边 还有一个痴情的严语柔 也在关注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小姐你还是吃点饭吧 那个男人会找到的 您不能为了他饭也不吃 这样下去身体会垮掉的 把饭端走 我一定要找到苏巡 言语揉头也不回地 继续看着苏巡各种新闻 累了一上午的苏巡回到办公室 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啊 好舒服啊 因为苏巡特殊的声音 引得保安趴在门上偷听了起来 还和同事聊着苏总这是怎么了 听着像是很爽的感觉 然后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脸上露出了猥琐的表情 放屁 另一个保安突然反应过来 苏总办公室就他一个人 难道他会用键盘爽吗 我瞎猜的 这哥们连忙解释着 苏总肯定是压力太大了 产生了幻觉 为了我们这些人也是操碎了心 但是他们哪里知道办公室里 还有一个他们看不到的情主也在呢 这个力度可以吗 享受着小宠物的捏肩服务 苏巡感觉浑身舒爽 惬意地闭上眼睛 有些漫不经心地说着可以可以 主人 您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给别人算命呢 又得安排手下应验算的结果 不累吗 苏巡听着情主的话 轻声地叹了口气 累啊 所以我每天只算三个人 明明自己已经在网上炒热了 为什么系统还没提示完成任务呢 看来还是需要在家把劲啊 东东一阵敲门声传来 震醒了正在享受小宠物案件的苏巡 苏总不好了 推门入得料鱼惊慌的大叫着 这个秘书没有穿内衣 苏巡的小宠物为了给他缓解压力 叫着主人快看 咕吃 这种突如其来的待遇谁顶得住 小宠物情竹还笑呵呵地问着主人 有没有轻松点 秘书廖鱼回头红着脸 说了声人渣 苏巡连忙举起双手已是清白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屋子里面就我们两个 不是你还能是谁 办公室外面两个保安 又偷偷地趴在门上 听着和谐动静 因为有了上次的经验 一个保安问着虎哥 我们要不要进去护驾 就在此时屋内话风突然急转 廖鱼打开文件家地给苏巡 小声说到晚上下班楼下等你 先看看这个周大师为了打假 专门约在了明天九点与您见面 苏巡也赶紧认真起来 毕竟还有个廖鱼不知道的小宠物 在一旁看着 这谁啊 这造型怎么这么别致呢 他叫周承轩 江州省有名的玄学大师 面相知数很准 有不少富豪都找他算命看风水 被人称为江州玄学第一人 如果谁能被他盯上 恐怕一定要出事的 廖鱼说着脸上 露出了一丝丝的紧张感 原来是第一人啊 那我可要会会他 廖鱼不理解地问道 你还要去吗 当然了 这是我名气提升的大好时机 可不能浪费啊 说着苏巡就把文件还给了廖鱼 又是风和日丽的一天 苏巡一如既往地 在天桥下面摆摊算命 今天的人比往常都多 不过却没有像前两天那样 一拥而上 而是站在旁边看着 好像在等待什么 小宠物擒竹 看着不太高兴的苏巡问着主人 难道是我昨天出手 惹您不高兴了吗 男人不都是喜欢看女人 动刺打刺的吗 我看秘书对您是有意思的 苏巡回了句闭嘴 周大师来了 突然人群中不知谁惊呼了一声 所有人都寻声望去 只见一辆黑色的麦巴赫 缓缓驶来 挺稳后 一个穿着蓝色长袍 十分风骚的中年人 大不留心走了过来 周承轩昂首挺胸 不腹稳健 气宇昂扬 他脸上带着几分巨傲之色 显然是对四周吃瓜群众的吹捧很受用 苏巡在一旁双眼微眯 看看了旁边的情竹 情竹做了个OK的手势 小跑到桌子面前伸出一只脚 周大师大不留心向着苏巡走了过来 嘴角上羊勾起一抹淡淡的嘲讽 真是山中无牢 猴子称大王 一个矛头小子 话还没说完 得一声惨叫 摔倒在地上 趴倒在了苏巡的面前 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所有人都梦了 高人风范 忽然就碎了一地 哎呀 走走走 这一见面就给我行如此大礼 是不是有些不太好啊 苏巡一脸惊讶地起身 绕到了桌子前面 伸手去扶他 一边还说道 周大师出门的时候 就没算到今天会摔根痛 师父 你没事吧 周承轩身后的小青年 瞪了苏巡一眼 连忙把周承轩扶了起来 周承轩摇摇晃晃地站稳身体 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看着苏巡说道 一点小意外而已 不要得意 我今天就是来拆穿你了 我没得意啊 而且 我不明白你要拆穿我什么 苏巡一脸无辜的表情 嚣张的样子很歉大 这次周承轩还没说话 他身后的徒弟就忍不住了 你这种垃圾也配起人算命 一个下酒流的骗子而已 我师父今天就是来拆穿你真面目的 呵呵 你想怎么玩 苏巡轻笑一声 走回了椅子上坐下 周承轩冷冷地说道 你我各给对方算上一挂 分个高下即可 那我先来吧 你想算什么 苏巡显得十分轻松自如 因为无论对方算什么 他都有败陪 周承轩露出一个狡诈的笑容 你这么厉害 那就麻烦算算我手上这块巴 是怎么来的好了 话音落下 他捋起了袖子 露出小臂上一个淡淡的伤疤 他就不相信 苏巡再厉害 难道区区一天时间 还能够调查出 他这块伤疤的来历不成 有何不可 手拿过来 苏巡显得胸有成竹 苏巡握住他的手 使用通灵能力 很快 他就看见了这个伤疤的来历 假装掐指一算 嘴里念念有词 苏巡看着周承轩说道 如果我没算错的话 你这块伤疤是你六岁那年 上山砍柴弄伤的 可对 所有人都死死地盯着周承轩 这 这怎么可能 周承轩不禁脱口而出 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苏巡 哇 看见他的反应 围观群众都是一片哗然 瞬间炸开了锅 算对了 这岂不是说明 这位苏大师真的有本事 我早就说过了 苏大师是真正的高人 绝对不弱于周大师 这泥马也太掉了吧 所有人都是议论纷纷 特别是那些支持苏巡的人 一个个更是跟打了鸡血一样 苏巡神色淡然地放开了他的手 不悲不喜地说道 现在该你了 我也不为难你 就算算我大概多久 才会结婚如何 他真的很好奇 自己大概什么时候会结婚 你 周承轩不可置信地看着苏巡 没想到苏巡居然就这么轻易地放过他 因为算这个实在是太简单了 而且就算他随便乱说一个时间 苏巡一时也无法求证 所以 这在他看来就是在给他台阶下 一时间 他脸色阴晴不定 心中羞愧难当 和此等心胸开阔的高人比起来 自己那点雕虫小技又算得了什么呢 好 那我就献丑了 敢问先生生成八字 周承轩决定要认真算这一挂 可是算着算着他脸色就变了 满脸惊骇地盯着苏巡 因为 他居然算不出来 苏巡一头勿数 这么看着老子干什么 莫非老子这辈子都不结婚不成 周承轩感觉口干舌燥 因为他想到了一种可能 他看过古籍记载 那些精通演算的高人能够掩盖天机 让人无法推算 在他看来 苏巡肯定就是这种传说中的高人了 一时间 他脸色是一阵清一阵白的 尴尬 羞愧 自嘲 他居然来这样的高人面前搬门弄斧 这不是嫌自己脸丢得不够多吗 半想 他深吸一口气 对着苏巡深深地拘了一躬 前辈见谅 是在下不知天高地活目中无人小看前辈 还望前辈别跟我一般计较 华 围观群众又是一片华然 周承轩此举就宛如意识激起千层浪 把所有人都给惊呆了 谁都没想到 周承轩居然主动认输了 而且还把姿态放得这么 大师 快娶了我吧 大师 我怎样才能一夜报复 谁也没有想到周大师会向苏巡认输 还是输得这么彻底 刚刚反应过来的苏巡赶紧请求大家冷静 冷静 刚才只是一个误会 我虽然自称是苏大仙 但是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邪恶 苏巡越是这么解释 人群终究越是无法冷静 眼看这次装逼装大了 苏巡趁大家不注意 一溜烟地逃跑了出来 小宠物擒竹在一旁拍着小手 主人你好厉害哦 我好好喜欢 居然能从那么多人中 神不知鬼不觉地就跑了出来 苏巡看着小宠物一脸的鄙视 心里想着你不就是鬼吗 看来这个地方无法继续装逼了 以后也没办法再来摆探了 大师 是你妈大师 真是怕啥来啥 人群中一个女孩子再次认出了苏巡 我不是 你认错了 说完苏巡就准备快速离开 但是眼中的余光告诉她 是很漂亮 是她 刚才叫住她的人 居然是那个童颜巡那啥大的美女严宇柔 她不是在灵世吗 怎么会来僵尸啊 应该还没有认出我来吧 严宇柔走到苏巡面前 客客气气地说道 我专门坐飞机从灵世飞过来见大师的 请问大师能否为我算上一挂好了 却我心中日有所思的梦亡在何处 她一直觉得眼前这位大师有所熟悉 但一时说不出来到底哪里熟悉 苏巡算算以前还是可以 算未来有点麻烦 但是找到经纪人托尼 应该也能解决问题 停顿一下就做出情的姿势 你要找谁请把生辰八字抱上来吧 资料越详细越好 严宇柔摇了摇头 神色有点暗人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有她一张画像 苏巡暗骂 到底是哪个混蛋这么狠心 居然把一个童颜美女搞得这么低沉 简直天理难容 严宇柔瞬间慌了 急急忙忙地掏出一幅画 大师 麻烦您了 苏巡狐疑地看了一眼 瞬间整个人就懵了 因为画上的人 正是那天在游轮上 乔装打扮后的自己 也就是严宇柔的梦中人是自己 想想也是 天底下除了自己这种 绝世无双的美男子 还有谁能够把一个一个 童颜美女泥成这样 哎 我这该死得无处安放的魅力 算了 还是摊牌吧 不装了 毕竟人家千里迢迢来找自己 怎么可能让她失望归呢 苏巡真是太善良了 你看着我 看着我的眼睛 还以为自己乔装很成功吗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苏巡对严宇柔说道 脸上露出一个淡淡的微笑 严宇柔想起自己刚才说的梦王 满脸害羞地吐了吐舌头 刷视频啊 第一眼就认出了那应该就是你 只是想现场再次确认下而已 苏巡有些欣喜 但更多的是不知所措 所以说 算命的再神 终究还是抵不过女人的第六感啊 你已经见到我了 还有其他的事吗 我 严宇柔突然语搜 她只想再见到苏巡 但却没想过见到之后要怎么办 半想 她迟一片刻 鼓起勇气说道 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我叫严宇柔 她其实想说的不是这个 但话到嘴边却又没勇气说出来了 毕竟哪有刚见过三面就表白了 那不叫一见钟情 那叫见色起义 苏巡 严小姐你好 苏巡话音落下 向严宇柔伸出一只手 严宇柔将自己柔弱无骨的小手递了过去 展颜一笑 苏大哥 很高兴认识 感受着手中的滑嫩 苏巡一触即放 显得身世有理 看了看手表笑着说道 严小姐 我们也算是有缘了 如果你不忙的话 可以在江南多待两天 让我一进地主之意 但今天恐怕是没机会 我中午约了女朋友吃饭 她坦白了自己有女朋友的事情 毕竟如果隐瞒这点的话 那跟骗感情的人 渣有什么区别 她苏某人最多算是多情的渣男 但距离玩弄感情的人 渣还差了十万八千里 严宇柔脸上的笑容略显僵硬 苏大哥 你有女朋友啊 说完 不等苏巡回答 又露出一个勉强的笑容 也是 苏大哥这么优秀的人 怎么可能还是单身呢 他脑子里有些乱 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人生第一次喜欢一个男人 没想到居然被人节足先登了 秦竹嘖嘖嘖地摇了摇头 又是一个无知少女沦陷了 这该死的家伙就那么有魅力 看着严宇柔小脸煞白的样子 苏巡有些不忍心 不过有的话还是得说 严小姐过奖了 我也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普通人 一个长得帅 会杀人 会算命的普通人吗 这么一分歇 严宇柔觉得自己更喜欢苏巡了 哎呀 到底该怎么办才好了 严小姐 我就先到辞了 如果你明天还没离开江南的话 可以打这个号码联系我 苏巡递给严宇柔一张名片 然后就转身离去 目送着苏巡离开 严宇柔握着名片正正地站在里面 半想 他深吸一口气 挥了灰粉全为自己打气 我是不会退缩的 严宇柔 你肯定能行 好不容易找到苏巡 就这么放弃 他绝不甘心 你是不是有心理体制啊 踏着两条船 第三条又主动找上门来了 秦竹一脸好奇地打量着他 仿佛要看出个究竟 苏巡苦恼地叹了口气 无奈地说道 我能怎么办 我也很烦啊 难道长得帅 是我的错了 你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理 秦竹认真地说了一句 王家 王娇以及王红夫妇被抓后 家里只剩下了王红的儿子王腾一人 不错 就是和苏巡同班 追求过安子金的那个王腾 有时候 世界就是那么小 事情就是那么巧 此时客厅里除了王腾之外 还有个身着老旧道袍的中年道士 青阳道长 您一定要为我们家做主 那苏巡旭养恶鬼伤人 害我父母姐姐入狱 还请道长出手秉持功道 王腾跪在地板上 对着青阳道长刻了一个响头 双目赤膚 精神的微妃 这小子说苏巡身边有一个鬼 道长一脸疑问地问着 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腾直起身来 是我父母告诉我的 他们在苏巡身边看到了死去的 秦竹的鬼魂 道长又问着这个苏巡 会阴阳占卜之术 这 他本是我大学同学 后来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院 摇身一变成了大老板 但是没有听说过 他会歪门邪道 听完王腾说的话 道长转过身开始思索着什么 一会又说着你的同学 怎么会知道多年前的冤案呢 想必你父母没有眼花 确实是有鬼魂找到了苏巡 请他帮忙申冤 王腾听到这里更是不可思议 他怎么会这么厉害啊 青阳道长又问道 你们江南市最近出了个 很有名的算命先生 你可对他了解 他这次来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想会会这个苏大仙 我没见过 但有所耳闻 也在视频上刷到过 王腾小心翼翼地 斟酌着语气回答 我怀疑 这个苏半仙就是苏巡假扮的 道长与众心长地 说出了自己的疑虑 但是也没关系 不管如何 那恶鬼胆胆害人 我毕竟让其灰飞烟灭 青阳道长皱了皱眉头 伸出手指掐指一钻 那个苏巡居然和鬼魅为伴 可见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凭道自不会坐视不理 走 带我去会会他 王腾欣喜若狂 大师可帮自己忙了 连忙招呼着 有劳大师了 而另外一旁的苏巡正 带着安子经坐在湖边的小板凳上钓鱼 难得美女陪着自己如此悠闲自在 怎么回事啊 安子经撅着小嘴 他都坐了快半个小时了 一直没有鱼上钩 其实不是没有鱼 只是情竹一直在湖里面洗澡 苏巡一直看的是激情捧烦 哪里有心思钓鱼 只能安慰着需要耐心 需要时间 不要着急 就在此时 一阵引擎声轰鸣响起 苏巡用鱼光看了一眼 说着鱼来了 王腾下车后指着苏巡的背语 咬牙切齿地说道 道长 那就是苏巡 果然在小河边 您算得真准 苏巡也转过头 目光落在了青阳道长和王腾身上 安子经也是惊讶地问着 怎么是王腾 苏巡 你害我父母姐姐入狱 今天我要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王腾指着苏巡 咬牙切齿 恨不得一口吃了苏巡 青阳道长冷笑一声 看着苏巡 不往我白跑一趟 嘴上念念有词地说着什么 睁开眼睛 只听大声说了一声 开 然后再次睁开眼 竟然看到了苏巡身边 正在给他揉肩的秦竹 竟然还是实体的魂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了 苏巡问了一句 安子经不知道 他是在跟谁说话 秦竹指着青阳说道 主人 那个人很厉害 他能看见吗 苏巡笑了 看着王腾淡淡地说道 原来王娇是你姐姐 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你们这一家子都挺奇葩的 青阳道长 还请您出手 王腾看着青阳说道 苏巡双眼微眯 你就是青阳 不错 正是平道 青阳脸上露出自傲之色 居高临下地看着苏巡 既然你知道平道的大名 我就劝你还是快快束手就擒 否则别怪平道心狠手辣 苏巡轻笑一声 回过头继续抛钩钓鱼 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道 我劝你还是不要没事找事 多管闲事的人 一般都容易懂命 他还想抽时间 去见见这位青阳道长呢 没想到对方先送上门来 不过 看来两人的初次见面 注定有些不太愉快 哼 威胁我 真当平道的道法 是吃素的不成 青阳冷哼一声 不屑一顾 手掐法绝 口念咒语 然后 他的身体就相应 因为一眼望去 至少有十几把手枪对准了他 黑洞洞的枪口 让人头皮发麻 啊 这一幕把几个来钓鱼的游客 吓了一跳 一个个脸色发白 瑟瑟发走 却没一个人敢怕 王腾早就猛了 他做梦都没想到苏巡那么怕死 出来钓个鱼 带尼玛这么多保镖 还配了枪 一时间 他脸色惨白 双腿都微微颤抖 心中惶恐不安 苏巡一边静等着鱼儿上钩 一边头也不回地说道 把青阳道长请过来 走吧 阿龙毫不客气地 将枪口抵在青阳脑子上 青阳额头冷汗直流 猴头滚动 一步步走到了苏巡面前 苏巡眼皮子都没有抬一下 青苗淡写地说了一句 我不喜欢仰着头跟人说话 脖子酸 碰 阿龙抬起一脚 身体失衡 直接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 他刚想起身 阿龙的枪口直接塞进了他嘴里 他瞬间安分了 乖乖地跪着一动一动 但心中已经是怒火冲天 他走到哪儿 不是被人奉为做上兵 何曾受过此等羞辱 苏巡淡淡地说道 你的道法不是很厉害吗 吓唬吓唬鬼也就够了 你吓唬我 当我是吓大的呀 青阳心中怒火冲天 屈辱无比 可是却又很耸的连屁都不敢放一遍 苏巡丢下了鱼竿 第一次用正眼看青阳 伸手拍了拍他的 语气平静地说道 这打狗还要看主人呢 当着我的面要打我的蠢 还要连我这个主人一起收拾 你怎么不上天呢 道长 时代变了 要不让我们试试 是你的道法厉害 还是我的子弹厉害如何 一时间 王腾心情苦涩 原来 这一切都早已在苏巡的掌控之中 苏巡不知道他的想法 否则肯定会笑出声 他带保镖 只是单纯的怕死而已 青阳道长的想法也和王腾一样 叹了口气 自嘲一笑 果然飞浪得虚名 果然是算无一策 原来 自己的一举一动 都已经被对方算到了吗 所以才安排了那么多持枪保镖 就是在等着自己入瓮 果真是不能小觑天下人啊 苏巡根本就听不懂这家伙在说什么 不过也没打算搞懂 突然想到了湖边上还有一只呢 把王腾带过来 苏巡说道 王腾打来的寒战 根本不用保镖喊他 直接连滚带爬地爬到了苏巡脚下 苏巡 饶了我 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也是一时糊涂啊 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 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他现在是连肠子都毁情了 早知道他宁愿不报仇 现在想回头都晚了 可我不想给你这个机会 给你机会 那就是对我自己的不负责 去自首吧 就说擎竹坠崖一案 你也参与包庇网交 帮其也该罪行了 苏巡将于从沟上取下 放进来桶里 给王腾指了一条明路 王腾身体站立 脸色惨白 半想他声音嘶哑地吐出一个字 好 话音落下 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仿佛丢了魂一板 宛如行尸走弱地离开了 他只能选择自首 否则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 至于跑 见识了苏巡的手段之后 他根本不敢跑 因为他觉得自己现在 绝对无法离开江南是半步 坐牢 至少还能保住小命 本是意气风发前来报仇的 没想到最终 却得去监狱里一家团聚 让他想哭 苏巡看向安子晶 你们先回去 有空再跟你们解释 嗯 乖巧地点点头 然后转身离开了 苏巡从兜里掏出那枚平安符 看向青阳 这是你画的 是 青阳点头 苏巡又把平安符收了起来 打了个哈欠 随口说道 给我具体讲讲你们修道之人的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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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 请 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